男人拥有可以和动物对话的能力 因此他开的动物医院 引发了小动物们的激烈讨论 因为只要告诉医生想吃的东西 医生就会建议主人 把饲料更换成好吃的食物 而李俊也因为这项能力 对未来医院的发展逐渐充满了信心 可他很快就被这只叫巧克力的 太敌犬打击了自信 因为他不管怎么问 巧克力始终都不肯开口说话 甚至直接将头别过不搭理他 此时巧克力的妈妈 也被李俊的治疗方式产生了疑心 其实他是通过花生妈妈的介绍来的 因为巧克力突然开始拒绝散步 所以带他来检查一下 文言的李俊爆起巧克力 准备给他做个X光 在做X光的期间 李俊也觉得自己的行为很不可取 竟然想要通过询问动物 哪里不舒服来总结晶 然而等到检查结果出来后发现 巧克力的腿没有任何问题 于是李俊便猜想可能是心理问题导致 在散步途中遇到突发情况 狗狗可能会对此产生排斥的 你家的巧克力在散步时 有受到过惊吓吗 巧克力妈妈一边安抚怀里的巧克力 一边回想起了几天前散步的情况 当时他在晚上带着巧克力在公园散步 可迎面突然出现了一个喝醉酒的大叔 对方一言不合就抱起巧克力使进稀罕 虽然大叔之后被警察带走了 不过巧克力也因此受到了惊吓 李俊看了看怀里一直瑟瑟发抖的巧克力 猜想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 妈妈也发现了怀里的巧克力抖得厉害 连忙凑近安抚 这时李俊突然发现 巧克力在听到妈妈说话以后 只动了一只耳朵 而且就在刚刚拍X光的时候 苏拉也说了巧克力只能竖起一只耳朵 像小兔子一样很可爱 于是李俊让巧克力妈妈把巧克力放在桌上 他要进行一项测试 李俊把手里的球丢下 落在巧克力的右边 巧克力没有任何动静 可等到把球丢在左边时 巧克力立马就有了反应 见此李俊顿时有了判断 他告诉监护人巧克力不是单纯因为惊吓才拒绝散步 而是巧克力天生诱饵的听力叫弱 当时的大叔应该是从右边突然抱住巧克力 因为巧克力右耳听力差 所以才受了惊吓 一般小狗都会根据听到声音的方向竖起耳朵 但巧克力只有左耳可以做出这种反应 巧克力妈妈听到这样的解释一时间有些手足无从 他很内疚自己竟然一直不知道自家孩子的耳朵有问题 他低头向李俊道歇 能够这么快就检查出巧克力的病因 如果不是医生 自己可能一直都不知道这件事 临别时李俊告诉巧克力 从现在开始妈妈会更小心保护你 所以不要担心 放心的陪妈妈散步吧 巧克力听后竖起左耳 轻轻地回应了一声后 让李俊有些惊讶 不过很快巧克力又别过头去 看样子巧克力就是一只很内向的狗狗 某天医生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中他来到了一处宠物的乐园 到处都是温馨可爱的景象 像是传闻中的汪星喵星 突然身后传来声音让男人回头 等他看清来人后 眼里顿时充满了惊喜和兴奋 竟是他曾经饲养的狗狗豆豆 男人俯下身子和豆豆问好 你现在过得好吗豆豆 我很好所以不用担心 但渐渐的豆豆的身影逐渐变得虚幻 要好好和其他孩子相处知道吗 男人伸手想要抓住对方 但最终还是没能阻止豆豆的消失 只在他的手中留下一颗球 正疑或者是什么东西时 这个球突然在手心中迸发出耀眼的光芒 随即男人便从梦中惊醒过来 他看了看一旁的相册 心想豆豆一定是来梦里给他加油的 因为今天就是他的动物医院开张的第一天 推开门后 医院中的艺人正在打扫卫生 对方见到来人后便热情问好 早上好李俊医生 随即他又急忙改口说应该是李俊院长 但李俊并不在意 毕竟院长这个名称对他来说太过陌生 而这个打扫卫生的女生是张苏拉 是他第一次做志愿者十一起工作的同事 如今在他的医院中担任市长的职务 苏拉最大的优点就是很喜欢各种行动 虽然苏拉对医院信心满满 但李俊却有些担心 毕竟周围还有不少大型的动物医院 哪知苏拉表示就算拖欠工资也没关系 因为他并不是为了前来医院的 而是喜欢院长的治疗风格才跟过来的 谢谢张市长 李俊刚感谢对方 苏拉立马转头 不用太感谢 工资该点还是要给的 两人正准备回去工作时 门口突然想起急促的人声 有的两人同时回过头观望 只见一个哭得稀里哗啦的小女孩 抱着一只难受的白色小狗 孤零零地站在医院的门口 求求你们救救小梦吧 李俊俯身安慰女孩问她怎么回事 女孩哭得更厉害了 说小梦突然就不能呼吸了 摸了摸小狗的身子 李俊发现小狗的身体抖得很厉害 女孩止不住地哭泣自语 要是小梦死了该怎么办啊 这一幕深深触动了李俊的内心 曾经小时候的自己也是如同这般 抱着痘痘四处找人寻求帮助 于是男人猛地抱起小梦冲进治疗室 小梦的嘴角止不住地流口水 呼吸也会时不时中断 这种症状有很多种疑似病例 气管狭窄肺水肿气胸或是喉麻痹 但最有可能是吞下了异物导致的 眼看小梦的状况越来越差 李俊连忙让苏拉去准备氧气和X光 就在这时她突然听到小孩子的说话声 她以为是小女孩跑进了医疗室 于是便让苏拉带人出去 可苏拉却指了指门外哭得稀里哗啦的小女孩 监护人明明一直在外面等着啊 李俊当即傻了 看了看面前奄奄一息的小梦 怀疑是自己听错了 不过当务之急事就好小梦 李俊带上听诊器 在小梦的身上查找病因 最终确认是有东西卡在了石道 于是李俊将手放在小狗库 一下一下的用力 让小狗达到一种催吐的效果 最后小梦成功将卡在石道的义物吐了出来 李俊定睛一看 竟是一颗葡萄莉 要知道对于马尔几斯这种小型犬来说 即使是杏仁大小的食物也很危险 不过好在小梦已经不再难受 李俊看到后也不禁露出笑容 忍得很好哦小梦 您太客气了 听到小梦说话李俊当场实话 直接面前的小梦晃荡着尾巴向他道歉 多谢医生可以救我 你是小梦吗 小梦举起爪子承认 我叫小梦 今年四岁 喜欢小熊玩偶和美味的零食 医生你能听懂我说话吗 听着小梦话老板的唠叨 李俊这才相信自己真的可以听懂他说的话 这时门外的小女孩推门进来 李俊抱着恢复精神的小梦让他放心 小梦已经没事了 说着将小梦递给女孩 小梦摆动尾巴叫着主人 突然一滴泪水滴到了他的头上 小女孩看到小梦再一次哽咽了起来 何怪他为什么要趁他不注意偷吃葡萄 小梦赶忙舔掉女孩脸上的泪水 保证自己再也不吃了 虽说是一副温馨感人的画面 但在能听懂小梦说话的李俊眼中 却让他觉得有些违和 不过也多亏了能听到小梦的声音 才让他没有像痘痘那样痛苦 随即李俊递给小女孩一个手带 这是第一天开夜送的纪念礼物 小梦是医院的第一位客人 以防万一还是带他去大医院也看看吧 之后李俊在网上搜索 有关动物沟通师的资料 得到的结论是动物沟通师 并不能直接和动物沟通 可他却连视频里猫咪的话都能听懂 他不禁怀疑这和梦里痘痘 送给自己的礼物有关 突然身旁苏拉的声音吓了他一跳 和动物沟通确实是很方便的能力 这样就能很快找到病症 要是我们也有这样的能力就好了 李俊打了个哈哈 突然他注意到 医院外有人在徘徊 因为是一家新开的宠物医院 女人正犹豫要不要进去 就在此时李俊把门打开 询问他是不是需要诊疗 一时间两人都尴尬住了 好半场女人才解释 他只是想看看饲料 进到医院后 女人将怀里的狗狗放下告诉李俊 因为他家的孩子最近胃口不好 所以想买点别的饲料试试 李俊正打算让苏拉给女人介绍饲料 却突然听到狗狗的抱怨 我不需要换饲料 我只是牙龄疼 李俊俯下身子询问狗狗 你说的牙龄疼是怎么回事 狗狗被这回说狗语的青年吓了一听 但随即就化身油腻大叔 打听起了李俊的年龄名字 李俊耐心回答后也问了狗狗的名字 他一脸骄傲 我叫花生 这是我妈妈给我起的笨子 可很快花生又唉声叹气起来 妈妈一直听不懂他说话让他很郁闷 原来前几天花生一直吐狗粮 想以此让妈妈知道他牙龄疼吃不下 然而妈妈却以为是狗狗年龄大 抱着花生猛青 妈妈以后会更加注意老年犬的饮食的 花生简直要气疯了 明明他只是牙龄疼 却被当成糟老头子 可他的吐槽又被妈妈制止 花生安静 花生不服气回怼 妈妈瞬间将花生抱起 向李俊道歉 这孩子一直都那么吵闹 最时李俊询问女人能不能探探花生的口条 没等女人给花生下命令 花生就很自觉地张大嘴巴 把女人惊得瞪大了眼睛 经过一番观察后 李俊确实发现牙龄有些发炎 女人慌忙询问症状严不严重 李俊让他放心 只要换成试粮让他慢慢恢复即可 如果实在担心 洗牙也是种办法 可是洗牙需要打麻醉 我家的孩子是条老狗的没关系吗 李俊解释只要检查以后就没关系了 而且花生也比实际年龄要健康很多 于是李俊便给女人开了些消炎药 素拉满心欢喜地拿着账单出场 在女人结账的期间 李俊同样给女人送了纪念开业的小礼物 里面放了有助于清理牙垢的牙膏 谢谢你医生 我会更加认真照顾 让花生更健康的 在女人告辞以后 花生由衷地向李俊表达了感谢 医生先生谢谢你把我的想法告诉妈妈 李俊向对方挥手告别以后 素拉一脸惊讶地询问 院长是怎么知道花生牙龙疼的 我猜的 因为说不能吃饲料 所以就想着会不会是牙龙问题 素拉瞬间想到了电视里能和狗狗对话的授音 于是建议李俊以后用这种风格来招揽顾客 这时又有人找上门 对方是前不久小女孩的妈妈 特意来感谢救治了小梦 并支付小梦的诊疗费 而小女孩扯了扯李俊的衣服 一副扭扭捏捏的模样 因为医生送了我礼物 所以我也想送医生礼物 那我现在可以打开来看看吗 女孩点了点头 打开礼物后李俊和素拉都被蒙翻了 里面是小女孩亲自画的一幅画 李俊笑着表示自己一定会好好收藏的 接下来的几天 汪汪动物医院吸引了许多怒鸣而来的顾客 李俊和素拉都因此忙得焦头烂狗 大厅内挤满了来做检查的人 李俊呼喊下一位等候的顾客进入诊疗室 随即小狗们齐刷刷地被吸引了视线 来人竟是一个跨着猫包气场2米8的女人 两人进到猫咪诊疗室后 李俊按照惯例翻看诊疗书 可女人却一副信不过李俊的样子一直盯着她 李俊显然也察觉到了来者不善 询问对方宠物是什么症状 女人冷冷回忆 你是医生你应该更清楚才对吧 随即两手一摆 心想这次绝对不会轻易上当 原来不久前女人已经去过了好几家动物医院 可里面的医生不是敷衍的随意开药 就是让她做各种各样昂贵的检查 在被骗了不知道多少次后 女人对动物医院也逐渐失去了信心 可偏偏她的豆腐病情始终没有好转 就在她不知如何是好事 偶然听到街坊邻居在议论一家新开的动物医院 在得知医院的名字后 女人便直勾勾地赶往了汪汪动物医院 可李俊却不知道女人的这些功夫 只能低声下气地希望能看看豆腐的状况 打开猫包后 李俊呼唤豆腐出来 随即她就被豆腐的情况惊到 只见一只瘦小的白猫缩在包里 哆哆嗦嗦地说自己很害怕 很讨厌生病 李俊知道豆腐是被吓坏了 于是她掏出猫条 喊豆腐出来吃零食 果然豆腐瞬间就有了反应 但很快她又缩了回去 吃完猫条就要打针了 我才不会出去 李俊温柔地哄豆腐出来 我保证今天绝对不会打针的 而豆腐这时也注意到 医生能听懂她说话 于是主动从猫包里面钻了出来 医生可以听懂豆腐的话吗 李俊抱起小猫询问 豆腐是哪里不舒服呢 豆腐拖着脑袋思考了一回 随即巴拉巴拉地向李俊说了一大堆 把李俊的耳朵都差点听分析 女人见到这一幕也失了一惊 豆腐竟然在医生怀里喵喵喵了半天 之前豆腐从来都没有对医生这么热情 这时李俊用手堵住豆腐的嘴巴 刚刚说了那么多 其实就是流鼻涕和咳嗽的意思吧 豆腐点点头 是的没错 李俊听后观察了一下豆腐的状怒 随即告诉女人豆腐得的是哈费斯 这是猫咪常患的一种感冒 女人听后瞬间脸色冷下来 连连摆手让李俊不用再做后续的检查了 想要开药就赶紧开药吧 李俊被她的突然不耐反整迷惑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人没做任何检查就离去 素拉对女人的行为非常恼火 而李俊则认为对方或许是有难言之意 几天后 一个无复之客砸响了医院的大门 而来人正是豆腐的监护人 他气急半坏地命令医院的院长出来 李俊得知后赶忙来查看情况 刚问对方是有什么事情 女人瞬间就哭了出来 则骂李俊自家豆腐得的根本不是感冒 都是因为你才害豆腐变成了这样 看着包里虚弱的豆腐 李俊心里也充满了内疚 来到诊疗室以后 李俊让监护人好好说明豆腐的情况 对方平复了一下情绪 告诉李俊 豆腐还是像平时一样流鼻涕 但是今天豆腐的鼻子突然就出血了 听此李俊意识到豆腐得的并不是普通的感冒 他仔细回想豆腐说过的话 当时豆腐说过鼻子一直阿咎阿咎地打喷嚏 而且还闻到了香香甜甜的味道 一瞬间李俊想到了某种可能 他告诉监护人豆腐得的可能不是感冒 为了查明具体原因 需要给豆腐做一下内事件 话音刚落监护人就激动地拍耳机 豆腐还只有那么小 万一麻醉出了问题该怎么办 怎料李俊却打断了它 豆腐好像快要死掉了 眼看豆腐的状况越来越差 女人也只能同意做内事件的决定 到治疗室以后 李俊轻声呼唤包里的豆腐 可豆腐刚刚把头探出来 就看到桌上摆放了各种各样的针管 把他吓得差点魂飞魄散 他很害怕自己又会被尖尖地挣扎 随即扑到李俊的身上 医生我不要做检查了 我讨厌疼 李俊看到豆腐在身上嗷嗷嗷乱叫 猜到豆腐很害怕打针 于是他安慰豆腐不用害怕 只能继续哄小孩 只要好好听医生的话 就可以不用打针了 于是豆腐便高兴地答应了下来 得到豆腐的同意 李俊马上便开始了做内试镜的准备 与此同时 豆腐的监护人在治疗室外坐立难安 其实他是看豆腐太疼不得已才做出的选择 如今不由地担心豆腐会在里面被随意对待 毕竟现在网上经常能看到类似的新闻 突然治疗室的门被打开 监护人豆腐的手术已经结束了 他赶紧跑过去确认豆腐的情况 随即便看到豆腐轻易地贴在李俊的脸上 李俊把豆腐交给监护人 现在只要吃点药 再休息休息就没事了 看着怀里恢复精神的豆腐 女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高兴地抱着豆腐贴贴 这时李俊叫住了他 请问你家里是不是养了植物 或者装了鲜花的花瓶 监护人不明白李俊问这个的原因 李俊告诉他在豆腐的鼻子里发现了像草一样的东西 女人觉得莫名其妙 他几乎不怎么带豆腐出去散步的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不然他猛地想到 不久前家里放了一束鲜花 因为豆腐对花表现得很感兴趣 所以他就只顾着给豆腐拍照片 之后放任豆腐在旁边玩了一回 一想到是因为自己的粗心大意导致豆腐生病 女人眼角瞬间又蓄满了泪水 看着监护人自责的样子 李俊安慰对方 一般的植物是很难伤害到豆腐的 豆腐听后探出小脑袋 孩子生病的时候 都会比较容易变得敏感的 这段时间监护人和豆腐都辛苦 接着监护人向李俊道歉 因为豆腐病了很久 所以他才会那么敏感 这次多亏了医生的治疗 才能让豆腐恢复健康 在监护人带着豆腐离开以后 一只橘猫也离开了医院 随即来到公园向其他猫猫汇报 这次有猫咪访问了那家医院 总感觉那个人类在肆意抓捕流浪猫 其他猫猫听到这么可怕的兽医 都被吓得瑟瑟发抖 只有猫猫队的老大银线站了出来 准备亲自去试探一下李俊 不久前李俊治好了豆腐的疾病 好不容易腾出空闲时间和朋友聚餐 这个看起来就很闹腾的男人叫郭秀浩 他是一个拥有50万粉丝的短视频博主 主要工作的内容是给野生动物拍照或者画画 而西装眼睛男的名字是崔宇震 他是李俊的青梅竹马 也是兽医学院的同学 一见面他就称呼李俊为俊大医生 让李俊和郭秀浩都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原来自从豆腐被治疗好了以后 豆腐的监护人就在各种平台夸奖汪汪动物医院 说汪汪动物医院就是最完美的医院 这篇帖子的影响力传遍了整个兽医圈子 郭秀浩见李俊成为有名人非常高兴 刚打算三个人一起畅饮果汁 却被崔宇震阻止 因为他和李俊明天还要上班 郭秀浩文言顿时失落起来 没想到你竟然对一年没见的朋友那么冷淡 反正你这种不讲义气的家伙只喜欢李俊 不把我放在眼里 崔宇震被接二连三的抱怨弄得还不了嘴 明明他前两天才和郭秀浩视频通话 不过崔宇震最后还是同意了再喝几杯 这时崔宇震询问李俊那个传闻是不是真的 怎么样才能不做麻醉就给猫咪做那事情 李俊只说豆腐是个善良的孩子 所以手术才能顺利结束 崔宇震很不解猫分什么好坏 不是都一样闹腾 郭秀浩一听当即明白崔宇震又给猫抓了 嘲笑他应付不了猫还当兽医 这时猫猫队长银线来到了三人面前 大声朝李俊喵喵叫了几声 郭秀浩和崔宇震瞬间被又大又帅的银线吸引了视线 但银线却死死盯着李俊 突然银线嗅到了桌上香吞吞的气味 于是瞬间变成小馋猫 肚子咕噜噜叫了起来 用爪子指了指李俊 让他赶紧把饭给他端过来 因为那些饭菜味道重 李俊没有答应 反而是给他开了一个罐头 随后又装到碗里递了过去 银线吃得津津有味 李俊蹲下身子询问 怎么样好吃吗 小灰猫慢点吃 这里还有水 文言银线瞬间炸毛 他是猫猫队长银线 不要随便跟他搭话 兽医你也不用跟我装善良 反正你们这些人类只会对我们猫咪做坏事 李俊很奇怪银线为什么对他有敌意 他解释兽医是能够让你们不再生病的人 我们做那些事是想要帮助你们 还没说完便被银线立声打断 你别再撒谎了 他一脸警惕 心想人类是不可能为他们猫咪做好事的 随即就丢下罐头跑走了 临走时还告诉李俊 他会一直盯着他的 等银线走后 郭秀浩觉得有些遗憾 没有给银线拍张照 李俊安慰他之后有的是机会 因为他就住在附近的公园里 银线回到公园以后告诉手下的猫猫 那个兽医的确和传闻中一样能跟他们对话 但仅凭这点还不能够完全相信他 他准备继续观察李俊一段时间 就在这时一只猫咪气喘吁吁的跑来向银线汇报 说田田想要见队长一面 银线询问对方田田的状况 小猫立即变得吞吞吐吐 田田的身体状况已经恶化了很多 虽然银线也很想去探望田田 可是田田现在已经成了家猫 我们这些流浪猫就不该去过多的打搅他 这就是家猫的规则 小猫也知道这个道理 但是田田已经无法正常起床了 听此菊猫也在一旁 劝银线应该尽快去见田田一面 可惜身为流浪猫的他们是无法进入医院的 就在银线苦苦思考办法之时 他突然想到下午李俊说过的话 兽医是能够不再让他们生病的人 虽然他很不想拜托人类 但如今这是唯一能够见到田田的办法 于是他冒着大雨来到了李俊的家门口 兽医我有件事情要拜托你 回到家后 李俊一边帮银线擦干身体一边询问他有什么事 银线告诉他 他们有一个小伙伴病得很重 将来说不定再也见不到了 所以这次想去见他最后一面 见李俊没有立刻答应 银线也觉得是意料之中 毕竟人类向来都不会认为猫咪的事情更重要 可下一刻李俊便兴奋地将银线抱起 你们真的太有爱了 居然为了同伴做到这种地步 银线被他突然的动作吓了一条 随即正开李俊的手跳到地上 警告李俊不能对身为猫猫队长和他动手动脚 之后李俊向银线道歉并且答应了他的请求 另一边宠物医院中 田田正一动不动地窝在病房里睡觉 其实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来医院了 曾经田田的主人带他来做绝育 结果却被医生检查出得了各种杂气杂巴的疾病 医生甚至断言他活不了多久 回到家后他的主人被田田昂贵地治疗账单搞得焦头烂门 虽然女主人还想要争取 但男主人却执意要丢弃不懂撒娇不亲近人的甜品 还拿两人的孩子可能会被田田抓上说是 于是瘦小的田田第一次开启了流浪生存 又冷又饿的他在寻找食物的途中 步入了其他流浪猫的地盘 按照猫咪世界的规则 田田知道他只有逃跑和战斗两种选择 可他实在太过弱小 就在这时银线喝止了两只流浪猫 在两只流浪猫逃走以后 田田向银线表达了感谢 心里对这一句话就能让流浪猫逃走的银线产生了崇拜 而银线也将刚刚的一切看在眼里 他安慰田田 强壮或是瘦弱都不是你能决定的 说着邀请田田来公园一起生活 自那刻起田田便认定了银线这个队长 可是好景不长 某天公园里来了一车面包人 他们在各个地方肆意抓捕流浪猫 包括田田在内的一些流浪猫都被装进笼子里抓走 被抓后的田田非常内疚 认为自己这样又软弱又容易闯祸的猫咪不适合和大家一起生活 就在这时突然有人呼唤了一声田田 于是他就被一个女人带回了家 对方给田田准备了各种各样的猫咪用品 以及好吃又吃不完的食物 感受着女人亲密的抚摸 田田第一次感受到了家人的温暖 他觉得这个人或许和其他人不一样 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田田开始被迫服用药子 最后还被装进了他最讨厌的航空巷里 田田无助地拍打着笼子 他知道医生在和主人沟通自己的斩药费 而主人也在听到费用以后明显有些难以接受 田田不由地想起了前任主人争论的场景 他很担心自己会再次遭受抛弃 果然之后他被独自留在了医院 望着主人渐渐远去的背影 田田的身上呼喊田田的名字 田田听到队长的声音以后 扑到玻璃上回应 两只猫咪激动地隔着玻璃互相问好 过了一会田田才注意到一旁的李俊 银线解释这家伙是他的手下 随即被李俊打断 我是帮助银线和你见面的人 田田没想到队长竟然为了他找人类寻求帮助 可他很快难过地低下脑袋 谢谢你让我和队长见面 但我现在已经无药可救了 李俊和银线赶忙给田田加油打气 你之前不是也挺过来了 这一次也一定可以战胜病魔回家的 听到回家 田田眼里闪过一丝失落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 人类的房子的确比外面的生活温暖很多 李俊和银线都兴奋地以为田田恢复了斗志 准备好好治疗然后回家生活 然而却听到田田说想回到公园跟同伴一起 只见田田一脸坚定地拜托李俊将他从医院带走 听此李俊着急地告诉他只要治好病就行了 银线也吃了一惊 这意思是田田还有痊愈的可能 随即李俊便巴拉巴拉分析起了田田的病因症状 让一旁的银线还以为自己是在听天说 他举起猫猫拳对李俊大打出手 既然能治好就赶紧给我治 别说那些我听不懂的话 此时田田的主人正在治疗室等候 他手里攥着一条刻着田田的项圈 不由地想起了曾经做志愿者的事情 当时的他想要领养一只绝育后的流浪猫 比起将流浪猫再次放生 领养这些猫咪是更好的选择 所以很轻易就得到了同意 而他一眼便注意到了带着项圈的田田 虽然田田看到他以后非常警惕 还对他发出充满敌意的叫声 但他还是选择要把田田带回家 于是他找到了组织志愿活动的女孩 向他表明了想要领养田田的医院 女孩听后非常开心 领养猫咪没有什么特别的条件 只要能对这些猫咪负责就可以了 然而回到家后 田田却抓伤了他 因为他想要给田田喂药疗伤 可看到田田对他哈气警惕的样子 他还是心里不免觉得有些心寒 就在这时他被医生呼唤叫醒 回过神以后他发现 崔雨震医生正在向他介绍 这是专门从外部找来为田田看病的受益 随即李军笑着便告诉田田的监护人 田田现在恢复得很不错 现在暂时可以出院了 监护人听后非常高兴 伸出手准备接田田回家 可田田却不愿靠近对方 还表现得异常警惕 看到这一幕李军知道田田还没有打开心扉 可照顾这种生病的小猫是很辛苦的 他很担心监护人能不能坚持下去 于是他告诉监护人 田田以后也需要持续的治疗 将来还有很多事情要来医院解决 所以金钱上的负担会特别大 这些话让一旁的田田也有些沮丧 毕竟他的前任主人也是因此才抛弃了他 没人会愿意收养他这样一个脱油品 就在田田以为又要再次遭到抛弃时 监护人却突然伸出手 给田田系上了他刚准备的项圈 看到项圈很适合田田 监护人露出了由衷的笑容 之前的项圈太久了 所以重新配了一条新的 说着他让李俊放心 金钱方面的问题 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只要田田一直陪他健康成长 这些都不是问题 田田愣愣地看着监护人 知道他好像没打算丢弃自己 瞬间眼里绽放出光芒 他终于有了愿意照顾他的家人 田田的爪子缓缓踩在监护人的手上 随后开心地挺视了起来 这就是他的家人 监护人被田田的举动感动得差点落泪 高兴地把田田抱进怀里 而田田也表现得一脸享受 见到这一幕 李俊松了口气 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这时门外的崔玉镇察觉到治疗结束 探着脑袋观察屋内的情况 恰巧迎现在和田田做最后的告别 我相信无论你去哪里 都会过得很好 所以幸福健康的好好生活吧 然而在崔玉镇眼里 却是两只猫咪在激动的喵喵脚 让他着实摸不着头脑 之后李俊询问迎现 还需不需要再告别一会 迎现表示不用 想说的话已经全部说完了 而且他也相信 田田将来会好好的生活 突然他意识到李俊正抱着自己 于是又邦邦给了他几下 他拒绝了李俊要送他回公园的请求 随即询问李俊是怎么做到 在别人的区域治疗的 原来在聚餐的那天 临走时崔玉镇便邀请他去他们医院 因为那只抓伤他的猫咪病情 比豆腐还要严重 当时李俊毫不犹豫就接下来 没想到那只猫咪就是田田 迎现听后耿直地评价起来 看样子那个人类的实力不怎么样 害得崔玉镇莫名打起了喷嚏 这是一只拥有和大学生一样 清澈眼神的比格权 可他的铲屎观却对他非常头疼 甚至宁愿在公司加班 也不肯回家面对他 只因每次回家狗狗都会把家弄得一团糟 这天女孩回到家后 紧张地打开房门 对着房间内开始打招呼 柚子 姐姐回来了 然而话还没说完 就被屋内冲出来的柚子来了一发火箭头锤 柚子扑到女孩的身上疯狂清热 可女孩却只想着尽早收拾房间 然而令女孩没想到的是 客厅和厨房竟然一尘不染 就连卫生间和垃圾桶也都是干干净净 女孩蹲下抚摸柚子夸奖道 今天柚子怎么这么乖 随即从他身上摸出了一根鹅毛 女孩看着鹅毛突然有了种不好的预案 而一旁的柚子已经心虚地缩了起来 女孩猛地来到卧室查看 屋内的一片狼藉让他顿事实话 这可是他刚刚买的鹅绒被子 见柚子别过头装蒜 女孩再也无法忍受 追着柚子扬言要给他好看 可柚子却很开心 以为主人是要跟他玩追逐游戏 第二天女孩将房间内的惨状拍成照片 向其他铲屎官抱怨起了柚子的恶行 虽然他们的狗狗也经常咬坏东西 但确实还没见过这么严重的场面 众人一时间都不知道该如何改正柚子的行为 唯有花生妈妈想到了汪汪动物医院 强烈建议女孩带柚子去检查一下 而另一边汪汪队也开启了大会 狗狗们纷纷询问柚子是犯了什么错让姐姐生气 柚子一脸沮丧 姐姐回家的时候 难道我不能迎接她吗 狗狗们当即表示必须要欢迎 这样主人看到后会很高兴的 可是我的姐姐好像很不喜欢 小梦听后根本不信 她的妈妈每次回家都会因为她的迎接而开心 然而花生已经猜到了真相 语众心长地询问柚子是不是做错事了 如果什么都没有做只是乖乖等姐姐回家 她应该不会发火的 柚子恍然大悟 可是她这么做只是在和姐姐的东西玩耍 而且把东西咬烂会让她觉得舒服 听到把东西咬烂狗狗们都吃了一惊 花生则骂柚子太不懂事 这样做姐姐当然会想要教训 知错的柚子非常内疚 可她的姐姐一直都不陪她玩 于是柚子直接将还在说话的蚕屎官拽走 女孩只能仓促地向众人报辞 随即柚子就带着姐姐开始在公园四处奔跑 让其他蚕屎官和狗狗都不由地汗烟 没过多久女孩便跑不动 可手里的柚子仍旧精神充沛 明明她养狗只是想和她一起拍照 或者享受悠闲的散步时光 可如今却像是被迫成了马拉松运动物 就在这时柚子嗅到了香味 原来是橱窗内的宠物临时吸引了柚子的中 女孩很庆幸柚子终于停了下来 等她回过审发现 这个地方恰巧是刚刚蚕屎官们提过的汪汪动物医院 女孩看了看一旁的柚子 决定去咨询一下情况 她小心翼翼地推开大门 随即素拉便热情地上前招待 得知对方是想要咨询宠物的情况 于是让她在黑发男人的后面排队 可对方却让女孩优先咨询 这是柚子从男人的身上闻到的香味 等到柚子靠近对方的时候 她一口咬在了对方的屁股上 女孩慌忙向男人道歉 但男人并不在意 反而是问起了女孩来这家医院的原因 听到是因为这里的院长很好这个答案 男人嘴角露出微笑 我也对这里的院长很感兴趣 一时间女孩被对方独特的气质所吸引 直到李俊赶来她才回过室 鞠躬向李俊问好 飞机女孩告诉李俊 她家的比格犬一直在家里捣乱 因为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改正她的行为 所以想要咨询一下 而在女孩和李俊说话的期间 柚子又被空中的飞虫吸引了注意 幸亏被女孩及时拽住牵引绳 才没能酿成大火 不过李俊却摆了白手 让女孩松开绳子 正好借此机会观察柚子的行为 说着帮柚子解开了绳子 解除束缚的柚子 显得异常兴奋不停摆动着尾巴 医生我可以在这里玩耍吗 得到李俊的允许 柚子立马和小飞虫开始了追逐游戏 但经过一番观察后发现 柚子只是比一般的狗狗活跃 并没有特别严重的异常 女孩解释或许是刚刚带她散步的原因 平时在家她比这个时候闹腾很多 李俊猜测柚子是释放了压力后变乖巧 他问起女孩带柚子散步的频率 女孩思考了一回 差不多一礼拜散步一两次 李俊听后如遭雷击 他提醒女孩柚子是比格犬 这种狗狗相比其他相似体型的犬主 肌肉含量要高很多 他需要像运动员一样高强度的活动量 而这也就是比格犬被称为比格大魔王的原因 简单来说就是平日吃六顿饭的大胃王 现在只能每天吃一顿饭 经过李俊生情并茂的一通介绍 女孩这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原来柚子每天把家弄得乱七八糟 都是因为没有可以发泄精力的地方 接着李俊建议女孩 每天至少要陪柚子玩耍三个小时 女孩当即傻了 要知道她每天下班回家就已经很懒了 如果还要加上做家务跟带柚子散步 那就根本没有空闲的时间了 看着一旁精力充沛到发疯的柚子 女孩思考着是不是该把柚子送给别人饲养 柚子听后瞬间停下手里的动作 一脸担忧地看着女孩和医生交谈 刚刚姐姐说要把她交给别人 是因为自己一直让姐姐为难的原因吗 可是自己是太喜欢姐姐才会那样的 我讨厌姐姐 没给李俊和女孩反应的机会 伤心的柚子朝门口冲去 眼看柚子即将要跑出医院 女孩着急地大喊柚子的名字 就在此时柚子被人突然抓住项圈提了起来 而对方正是刚刚被柚子眼屁股的男人 突然跑出去可是不行了 这时女孩和李俊着急地赶来 女孩感谢对方接住了柚子 他实在没想到柚子会突然跑出去 男人表示没关系 随即提醒女孩 这孩子似乎是被吓到了 只见柚子在女孩的怀里瑟瑟发抖 我又要去别人家了 而这可怜兮兮的嘟囊声被李俊敏锐地捕捉到 于是他询问女孩 柚子是不是曾经有过被弃哑的经历 得知女孩已经是柚子的第三任主子了 李俊瞬间明白 原来柚子是误会自己会被抛弃 突然伤心的柚子嗷呜嗷呜地叫了起来 姐姐不要把我送送 我真的好喜欢姐姐 周围人见状立马开始窃窃私语 让女孩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 而李俊则是一脸严肃 叫上女孩跟他一起去治疗室聊聊 之后李俊也看到了被柚子撕毁的鹅绒被子 他心里已经有了想法 柚子和监护人分开的时候是不是特别不安 从症状来看我推测柚子得了分离不安症 因为柚子对弃养有很大的恐惧感 所以把房间弄乱也是想要消除他内心的不安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只能是监护人和柚子一起努力 首先最重要的是要让柚子相信监护人一定会回家 最好就是增加陪伴柚子的时间 女孩听后表现的有些危难 其实他也是第一次养狗 虽然他对柚子的爱是真心的 但是他下班以后真的腾不出时间照顾 因为那个死人老板总是变想要求员工加班 听此李俊思考了一回 那就改成每天早上陪柚子散步一小时 虽然这样可能会很累 但还是先尝试做出改变吧 而一旁的柚子听到散步耳朵瞬间竖起 又恢复了往日的舔狗模样凑到女孩的身边 能和姐姐一起散步真是太好了 女孩见到柚子高兴的样子也笑了 没想到只是听到散步就能让柚子这么高兴 说罢他向柚子保证 姐姐之后会更加努力地照顾柚子 李俊告诉女孩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再来医院看看 女孩一副干尽十足的样子 院长我会努力的 就连柚子也积极回应 一人一狗的态度让李俊倍感欣慰 与此同时素拉正在接待客户 抱歉让您久等了 您是来诊疗的吧 不是的我只是想买些零食 说着用脚开始丈量 从这里开始到这里为止 这中间所有的零食群都帮我装起来吧 大总班的购物方式让素拉当场当机 好办上他才反应过来发出尖叫 不久前李俊送走了柚子和他的监护人 刚准备迎接下一位患者 素拉却突然闯入了治疗室 院长我觉得您好像得出来看一下 猛逼的李俊一脸猛逼 跟着素拉找到了男人 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素拉向李俊解释 这位客人想要购买医院陈列的所有零食 李俊听到这么大的一笔订单小心地试探对方 那看来您是饲养了很多宠物 男人点了点头 小狗差不多有50只 两人听后当即愣在了原地 对方却表示这些还没犯上猫咪的数量 李俊和素拉都被吓得大惊失色 要知道饲养50只宠物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李俊的脸色逐渐严肃起来 他怀疑对方极有可能是来自大规模 繁育小狗的饲养场 这种以商业为目的的幼犬饲养李俊并不认可 于是他问起对方照顾那么多宠物的原因 男人不理解李俊问这些的意思 随即他才反应过来 笑着解释自己并不是可疑人物 只是一个赞助人 或者说这是一种奉献 他买这些零食是提供给流浪动物保护所使用 说话间还带着一股阴森险恶的笑容 反而让李俊和苏拉更加谨慎 觉得这种狠角色一看 就不是会参与流浪动物保护的人 苏拉正在心里打算怎么样赶走男人 突然听到对方谈到了我家院子保护所 没忍住放声大喊 这不就是他以前做志愿者的地方吗 苏拉你知道这个地方吗 是的当时服务结束以后还送了纪念品 突然李俊发现 男人正一脸阴森的从怀里套东西 让李俊和苏拉都不由的后退了两个 然而对方却给李俊递上了两个小巧的视频 这就是刚刚苏拉提到的纪念品 解除误会以后 李俊和苏拉送走了这位大客户 到了下班时间 苏拉向李俊挥手告别 而李俊却扑通一下坐回到椅子上 弯腰查看抽屉里的小零食 这些都是他专门准备的一些 适合猫咪食用的罐头 随后李俊提着罐头 跑到公园呼唤猫咪出来 小猫们看到来人是李俊热情地问好 医生来这里有什么事情吗 因为银线已经把李俊治疗甜甜的事情 告诉了他们 所以他们并不担心李俊会伤害他们 李俊提起手里的袋子 我给你们带了些零食 小猫们高兴到飞起 三小只围着碗吃得津津有味 李俊环顾了一下四周 询问他们银线去哪里了 小猫顿时停下干饭的动作 碗里的罐头瞬间就不香了 支支吾吾地告诉李俊 队长应该是去小区里巡逻了 但是队长现在已经十多天没回来了 虽然他们嘴上说 相信队长不会出什么事情 但李俊明显感受到了 他们对银线的担心 毕竟公园的猫咪都还小 而且很依赖银线 李俊安慰猫咪们银线一定会回来的 第二天李俊向汪汪队打听起了银线的下落 小猫也意识到好久没看到银线了 见狗狗们都没有银线的下落 李俊心里有些失落 无奈他只能拜托汪汪队帮忙寻找 对于李俊的委托 狗狗们当然不会拒绝 还表示会让其他好朋友也一起寻找银线 就在李俊一筹莫展之时 柚子的监护人抱着柚子走进来 监护人兴奋地向李俊汇报柚子的情况 这些天柚子闯祸的次数明显减少 而且饭也要好好吃 这都是多亏了医生的福 趁这个机会我想增加早晨散步的时间 听到监护人说自己的治疗有效果 李俊也很开心 就在女孩为柚子挑选宠物用体的期间 李俊蹲在柚子身边逗他晚 突然他询问柚子有没有看到一只长毛的灰猫 柚子知道长毛灰猫指的是银线大哥 那你在来的路上有碰到过吗 柚子思考了一回 没看到 但是和姐姐一起散步的时候有闻到味道 李俊急忙询问位置 柚子的大脑飞速运转 他记得那天他跟往常一样傻乎乎地跟姐姐一起散步 但是突然他闻到了什么 一向睿智的他当即辨别出了这是银线大哥的味道 刚准备冲过去打招呼 却被姐姐一把拽住了牵一声 破于姐姐的威压之下 柚子没有去城 如今向李俊倾诉起这件事 柚子还会闷闷不乐 而李俊听着柚子的描述脸上爬满的担忧 因为刚刚柚子说的地方就离公园不远 既然那么近 那么银线为什么不回来 他突然有了种不好的育儿 想到这里他询问女孩能不能和柚子一起去散步 女孩听后一脸高兴 院长竟然亲自带柚子散步 李俊正准备出发 身后苏拉却向他投来了死亡凝视 院长万一等回来客人了该怎么办 虽然现在客人比较少 但是大家都是奔着院长的治疗来的 你没事散什么鼓 眼看苏拉的指责愈演愈烈 李俊只能留下一声抱歉就带着柚子冲出医院 于是他不顾苏拉的劝谱 将医院歇业带着柚子出门搜寻银线 而李俊也总算是知道了比格大魔王的威名 闻到气味的柚子猛的加速 带动了拽着牵引绳的李俊 强大的动力直接迫使李俊在地上滑行 之后李俊气喘吁吁地跟着柚子到达了目的地 他环顾了一下四周 到处都是居民区 根本不像是银线会逗留的地方 突然一辆汽车驶过 李俊发现这里的车壁想象中要多 而且速度也很快 他不由地担心起银线回不来的原因 就在这时柚子将李俊唤醒 巷子里银线大哥的味道更加明显 于是一人一狗往巷子逐渐深入 李俊在心里祈祷自己的猜想是错误的 当柚子来到味道最为浓郁的区域时 他停了下来 这里就是银线大哥气味最大的地方 随即李俊发现了不远处指向中 探出了一个猫猫头 他紧张地呼唤了一声银线 却发现箱子中的是一只黑曲曲的小猫 就在李俊以为银线不在此处时 下一刻他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吓到 只见银线浑身是血的躺倒在地上 李俊急忙跑过去查看情况 柚子则是被吓得不敢动 望着地上一动不动的银线 李俊颤抖地伸出手 放在银线的腹部试探 感受到银线微弱的心跳 李俊心里猛的一惊 他庆幸银线还有些许微弱的呼吸 可从银线大腿的情况来看 银线的大腿骨整个都骨折了 还可能伴随着内脏破裂等一系列症状 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 显然就是周围这些 在居民区不减速行驶的汽车 虽然李俊很想直接将银线带回医院治疗 但贸然搬运不使得他伤得更转 于是他拨通了罗赫前辈的电话 请求他开车来帮助自己 很快车便停在了医院门口 李俊抱着银线往医院冲去 素拉已经等候多时 告诉李俊他准备好了手术室 随时可以使用 李俊简单道谢过后 抱着银线赶往手术室 柚子的监护人看到这场面不由的面子里面 他甚至可以闻到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味 看样子是一场很严重的事故 到达手术室后 李俊和罗赫讨论起了治疗银线的方式 银线的脏气没有受伤 但是他的血压很低 而且有脱水的情况 所以罗赫建议先去放射现实拍片 再给银线输液 但李俊却认为现在没有多余的事情了 他要立刻开始手术 罗赫被李俊大胆的想法吓了一条 可李俊仍旧坚持 并拜托罗赫帮助他进行手术 在得到罗赫的同意后 李俊便开始了手术 由李俊担任主刀医生 罗赫在一旁当手术助手 与此同时 三人组正一言不发地坐在手术室外等候 还是柚子率先打破了季节 将银线送到流浪动物保护所 这的确是个好的提议 不过苏拉相信 按照李俊的性格 他一定会亲自照顾 而且为了时刻能查看银线的情况 他指定是铺几张泡沫塑料垫在医院过夜 说完苏拉摆了白手 院长就是这样不喜欢把小动物不自丢下的人 男人听着苏拉的描述 嘴角略微上扬 他对这种负责的人很有好感 这时不远处传来一阵脚步绳 引得病房外的三人纷纷肿断 李俊摘下口罩 向众人宣布手术顺利结束 接下来只需要住院的时候 再观察下就可以了 话音刚落柚子的监护人眼眶瞬间湿润了 随后更是直接哭了出来 他真的很担心银线会出什么事 甚至连家也没有回 一直等到了晚上 一旁的苏拉走上前劝他搂近 可就在手碰到对方的那一刻 柚子监护人的情绪 瞬间传递到了苏拉身上 两人夹着柚子抱在一起哭泣 最后哭出了一个小池塘 对此李俊也很无奈 只能任由两人发泄情绪 而从始至终目睹这一切的男人 嘴角却露出了微笑 看样子我终于找到了对的人 在送走柚子的监护人以后 男人叫住了李俊 地上一张名片询问 是否有参加志愿活动的想法 李俊接过一看 是一张关于我家院子保护所的名片 虽然李俊的确很想参加这种活动 可是他现在除去照顾银线 根本就没有多余的时间 刚准备拒绝对方 然而却被男人打断 因为保护所里有很多生病的孩子 答应参加志愿活动 听到李俊同意 男人瞬间眼前一亮 一双咸猪手紧紧抓住李俊感谢 一旁的素拉也对李俊充满了钦佩 院长医院的工作那么忙 竟然还要抽出时间参加志愿活动 就在李俊和男人说话的期间 罗赫打着哈欠出场 向李俊告诉他还要回医院开会 然而话还没说完 就被面前的人惊得瞪大了眼睛 男工建设集团的代表男工贤 竟然会出现在这里 见男人即将离开 罗赫急忙追上去想要问个究竟 可对方只是做了一个晋升的审视 让罗赫有些摸不着头脑 直到对方走出医院 罗赫才回过神来 告诉李俊他有急事需要先行离开 随即又追了上去 屋外的男工贤摘下棒球帽整理发型 突然发现刚刚的愣头轻漏来了 无奈只能让他有话款说 男工贤先生 我没太搞清楚现在的情况 您是和李俊认识吗 男工贤听后略微一愣 与其说是认识 倒不如说现在他跟李俊 还处于慢慢了解的阶段 说着他拜托罗赫不要透露自己的身份 毕竟有时候为了准确地了解一个人 就得需要把自己拥有的东西隐藏起来 罗赫一脸吃惊地答应 要知道对方可是男工建设集团的代表 竟然会为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动物医院亲自上门 他下意识认为对方这么做 是因为李俊优秀的才能 从读书起李俊就是他们授医专业的精英 现在的实力更加不可小觑 在刚刚的手术中 李俊一人便操到了所有的细节 每一个步骤都表现出了超强的集中力和细致的技术 而他只是站在一旁向的喽啰给李俊打光 一时间罗赫有些怀疑人生 既然李俊有这般出色的能力 又何必要叫他来帮忙手术 很快汪汪动物医院到了下班时间 在苏拉离开医院没多久 李俊才发现时间已经很晚了 脱下衣服准备下班 而就在他准备关灯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玻璃上沾了好几只鬼鬼碎碎的猫咪 还没搞清楚情况 就听到猫咪扑到玻璃上要见队长 李俊向猫猫们解释 现在银线受了伤没办法和大家见面 聪明的小橘猫一下就明白了李俊的意思 这么说队长是没事了吗 没事了银线现在只要慢慢休养就行了 小猫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团团围成圈为队长平安而哭泣 这时李俊问起猫猫们是怎么知道这件事 却得到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答案 原来是柚子在回家的路上利用为数不多的时间 将消息传递给了公园的猫猫 接着李俊又担心银线可能很长时间都不能回去照顾猫咪 猫猫们会不会有影响 小橘猫听后拍拍胸虎 他们早就已经从队长身上学到了流浪猫生存技能 让李俊不必担心 可靠的发言让李俊放松了下来 却没有听到橘猫小声的嘟囊 其实他们已经做好了失去队长的准备 随即猫猫们郑重向李俊表达了感谢 送上他们精心准备的老鼠跟小鱼作为报答 李俊接受了好意 告诉猫猫们将来可以随时来看银线 但是不能一下子全部都过来 依次只能来一只 猫猫们一边答应一边告别了李俊 送别猫猫以后 银线从昏迷中醒来 李俊急忙询问他感觉怎么样 听到李俊的声音 银线颤抖地撑起身子想站起来 却一个亮枪又栽了回去 李俊解释需要等骨头长好才能正常活动 这段时间就先忍一忍吧 银线听不懂李俊在说些什么 小眼睛往身后一看 竟发现两条后腿被捆成了两只鸡腿 吓得他整个炸毛开始乱叫 这里是哪里啊 快救我出去 拍打玻璃的样子显得极其可怜 李俊告诉他这里是医院 因为害怕伤势加重 所以才用绷带缠上 怎料银线听说这里是医院 反而冷静了下来 毕竟医院是救过甜甜的地方 而如今又救了自己 银线乖巧地点点头表示知道了 但他马上又想起了公园的伙伴 自己不见了这么长时间 小家伙们一定很担心 李俊让银线放心 刚刚小菊猫已经来探过病 他们都知道你的消息了 你在说什么胡话 同伴们的身边没有我是不行的 快点让我离开 你现在自己很难行动 同伴们也很担心你 但是他们也让你好好养病 在队长回来以前 他们会彼此照顾 好好生活的 可银线听后却如遭雷击 满脑子想的都是猫猫们不需要自己 他的心情有些低落 以为如今自己这个双腿受伤的队长 已经毫无用处 李俊也察觉到银线有些有气无力 安慰他腿会慢慢好起来的 突然李俊闭上了嘴 紧张地搓了搓手 一副有事情要拜托银线的样子 他询问银线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 要不要来他家一起生活 听到这银线是真的怒了 以为自己是被李俊小瞧 他可还没有沦落到要讨好人类的地步 激烈的反应让李俊有些手足无措 大喊解释这是个误会 因为在这样的病房里很闷 所以他只是希望银线能跟他一起上下班 并不是要收养他的意思 其实银线也觉得这是个好题 毕竟现在他回到公园什么也做不了 于是他告诫李俊 我同意跟你回家 但你必须时刻记住 我是猫猫队长银线 这次只是在腿受伤的这段时间 才勉为其难的麻烦 傲娇的发言让李俊觉得有些好笑 不过也总算是说服了银线 回到家后 银线立马就忘了刚刚的狠话 化身成乖巧懂事的哈敬里 一动不动地坐在软垫上 这是李俊专门替银线买的垫子 可听到李俊问他喜不喜欢 小傲娇瞬间红着脸反驳 他可一点也不喜欢这种软软的东西 李俊知道他口是心非 告诉银线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告诉他 毕竟在住在一起的期间 彼此应该互相关照才对 银线刚想说自己没有什么要求 然而肚子却咕噜咕噜发浅抗议 他难为情地捂着肚子解释 一定是肚子疼的原因才会叫他 随即李俊给银线准备了撕好的肌肉 银线低下头享用 却被脖子上的伊丽莎白圈挡住 一连湿了好几次都够不到肌肉 可偏偏李俊竟然察觉不到 以为银线不爱吃生的鸡胸肉 气得银线破口大骂 命令他立刻帮他摘掉头上的东西 李俊解释这个东西 是为了让你不碰到受伤的地方 不能摘下来 银线简直要气疯了 这个两脚兽竟然把他当三个月 大不懂事的小猫对待 说着两只爪子开始用力 随即当着李俊的面 直接把这凡人的玩意给他摘掉 最后他吃完饭了 李俊还在踢一粒沙白圈忏悔 不过银线哪里管得了那么多 美美地打了一个宝格 看到一旁的软垫 无视身后失魂落魄的李俊躺了上去 既然这是为他专门准备的 那他也没有无视人类诚意的理由 只要不对他们敞开心扉就行了 不知不觉间银线有些瞌睡 在垫子上面睡了过去 还打起了呼噜 李俊见状明白银线是把这里当成了安全棚间 于是拿了毯子帮他盖上 随后坐在一旁看着银线睡觉 可看到这安详的一幕 李俊却觉得有些伤感 因为想起了曾经和逗逗一起睡觉的画面 一直到第二天 银线才打了个哈欠醒来 过去长期在外流浪 他还是第一次睡得那么舒服 这时他突然发现 一旁睡在地上的李俊 他不理解李俊为什么要可怜兮兮的睡在这里 听到他嘴里喃喃好冷 银线一时间有些无语 想起曾经那些被他照顾的小猫 银线钻进李俊的怀里 这是以前他给小猫们取暖的方式 不过既然小猫们暂时不需要自己的照顾 那就让他来照顾李俊吧 就当是报答他对自己的好意吧 在顿顿都有鸡胸肉 睡觉睡到自然醒的环境下 银线的两条腿骨骼很快就得到了愈合 大摇大摆地在医院里到处乱晃 俨然一副自己才是医院管理者的模样 因为只有动物才能更了解动物的需求 而且就算是人类客户 他也能轻松拿捏 突然门口传来叮咚的铃声 来人正是南宫贤 这番前来是邀请李俊去参加流浪动物保护所的志愿活动 初次来到我家动物保护所 李俊就被吓了一跳 这家保护所的规模可以算得上是全国最大的 虽然李俊答应了做志愿 但他心里其实非常忐忑 这是他第一次见那么多毛孩子 很担心会从他们口中听到埋怨的话 南宫贤看出李俊面色不对 问他怎么回事 李俊笑着解释有些紧张 心里则是给自己加油打气 这是痘痘给他的能力 那他就应该用它来拯救更多的动物 这时接待的小姐姐注意到了远处的李俊 于是热情地上前打招呼 可话才说到一半 就发现面前的两人竟是如此的羞涩可态 一高一矮一状一瘦的组合 更是让女孩直接待在原地 直到听到李俊询问自己该做什么 女孩才回过神 踢着正步带李俊前往志愿者的场地 途中经过了收容流浪动物的建筑 女孩邀请李俊进去参观 刚打开大门 此起彼伏的叫声便传入了李俊的耳中 接待的女孩笑着告诉李俊 毛孩子们这么热闹一定是在欢迎你 可李俊知道他们一点也不开心 这些叫声中有些是想念主人 有些是因为受伤疼痛 还有些则是来自对人类的厌恶 虽然李俊对此早有预料 可真真切切听到动物们的想法 他还是有些失落 他只是一个来参加志愿活动的兽医 根本没办法帮毛孩子们解决根本的问题 这时女孩的一声关心唤醒了李俊 他下定决心要做好这次的志愿活动 绝育途中要是有明显的其他症状 需要向他们汇报 此时的李俊正在思考给动物们做额外手术的事情 要做手术就得事先和保护所沟通 因为手术前的麻痹需要提前进食 术后也要有能够让他们安心恢复的空间 突然他脑海中萌生出了一个想法 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所有孩子都能得到护理的环境 这时周围人的议论吸引了李俊的注意 因为现在是春天 狗狗们的数量越来越多 只能是尽力多做些绝育 说着说着两人的身体扭成了蛇血 这让李俊对狗狗的数量也不由得有些紧张 到了现场以后 一只奶蒙的乳白色小狗询问李俊 医生我们要做什么呀 能不能陪我玩一回 可爱的姿态让李俊无法专心工作 只能哄说做完这个再陪你玩 说话间视线看向一旁的医生 这一看直接把李俊和小狗看乱在原地 对方二话不说就给手里的狗狗打个针 你这样突然打针没有关系吗 文言一旁的兽医吃笑医生 要做手术的小家伙太多了 如果不这样今天之内就做不完手术了 无奈李俊只能继续安抚怀里的小狗 心想虽然只是因为工作可能推迟就这样随意 但对方也肯定是好心才会来做志愿活动的 这时李俊听到有人在叫他 来人是接待他的那个小姐姐 他脸上显得有些焦急 那个您能来帮下忙吗 跟着女孩到达现场 一只大黄狗正在朝众人吼叫 吓得工作人员纷纷不敢靠近 大黄狗发出威吓的声音 你们所有人都不准靠近 不然我就咬人了 原来大黄是计划今天要绝育的 可不知为何他却显得很愤怒 而只有李俊看出了大黄并不是愤怒 而是在害怕人类 周围人见状都准备放弃大黄 去给其他孩子做手术 李俊急忙叫住他们 能不能让我再试着安抚一下 毕竟他也不知道下次参加志愿活动会是什么时候 本着能多帮一点就多帮一点的心情 李俊尝试和大黄对话 可他那双想要抚摸大黄的手 在对方眼里却显得极为渴 狠狠地一口咬下 吓得接待小姐姐捂住嘴不敢看 之后女孩帮李俊做了包扎 他心里非常愧疚 都是因为他找李俊帮忙才弄成这样 李俊安慰对方没事 是自己太不小心 可越是这样 女孩心里的负罪感就越深 最后他蒙得起身 将责任全部揽下 他告诉李俊 其实大黄以前有被男监护人虐待的经历 所以非常害怕男性 听此李俊想起 刚刚和大黄对峙时大黄的身上 密密麻麻分布着大小不一的伤口 想到大黄是因为举报虐待 才进入的保护府 李俊觉得大黄的行为也算情有可原 可随即女孩却打断了他 大黄不是因为举报送进来的 这话顿时把李俊转不回了 某天工作人员在夜里加班的时候 突然听到一阵敲门声 他很疑惑这么晚了怎么还有人来 打开门一看 竟是一只奄奄一息的大黄狗 工作人员当即抱起大黄去了治疗室 在检查以后发现 大黄浑身上下没有一块骨头是完好 结合大黄只对男性凶狠的特征 大家一致认为大黄的前任主人是一位男性 李俊听到大黄的情况不免有些哀伤 正当他准备继续努力尝试让大黄接纳自己时 女孩叫住了李俊 大黄的领养公告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 希望他能被好心人领养 李俊默默地听着 流浪动物保护所 顾名思义是照顾那些被遗弃的小动物 直到他们被新监护人领养的地方 可是每年每个月都会陆陆续续产生新的流浪动物 因此那些长时间没有被领养的 最终就会被安乐死 而像大黄这样咬人的中型群 往往便是很难被领养的对象 李俊艰难地撑起微笑 他会努力让大黄平静下来 来到流浪狗的区域以后 李俊想方设法地尝试和大黄沟通 但对方始终是一副爱达不理的模样 无奈李俊只能告诉他 要是你以后继续这样 很难被其他人收养的 这下大黄总算有了反应 发疯般地朝李俊怒吼 我才不要随便去别人家 就算死我都不会去的 所以你也别再管我的事了 自暴自弃的样子让李俊无从下手 最终只能无功而返 今天一天除了惹大黄生气 什么进展也没有 这时李俊想起了南宫贤 猜测他会不会对大黄有所了解 于是他来到南宫贤的办公室 却被告知对方临时因为工作离开了 到了晚上李俊到外面散步 可满脑子想的还是替大黄思考对策 毕竟现在留给大黄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突然他注意到一个黑衣人 鬼鬼祟祟地溜了进来 出于好奇 李俊跟了过去 对方竟是来看望大黄的 摸着大黄温暖的后背 黑衣人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大黄这次很乖巧地待着呢 突然的出声吓了黑衣人一跳 你是这里的志愿者吗 对方点了点头 随即立马站起身 用帽子遮住脸准备离开 一旁的大黄也察觉到了什么 对着李俊不停吼叫发出警告 可叫声随即又变成了乌液 最后更是流出了泪水 见此李俊瞬间意识到了对方的身份 大黄的监护人请等一下 李俊急忙追了上去 听到这称呼后 黑衣人停了下来 您就是大黄的监护人吧 李俊小心试探 随后看到这茂山底下的 竟是一个瘦弱不堪 脸上到处是伤口的女人 女人每天都会遭受丈夫的家暴 明明已经将厨房打扫得一干二净 可这人就成为了男人施暴的礼物 惨白的脸上印着通红的伤痕 为了保护妈妈 大黄强忍害怕将妈妈护在身后 颤抖着身子朝爸爸发出威吓 可这非但没有阻止男人 反而让他变本加厉 抄起高尔夫球杆对着女人和大黄 就是一顿痛打 每每遇到这种情况 大黄身上就会腥添各种各样的伤口 可即使如此 大黄在面对妈妈时 还是会开心地摇尾巴 不管女人怎样劝阻 大黄始终会护在她的身前 而为了感谢大黄的挺身而出 她每次都会买零食给大黄 然而看到吃得津津有味的大黄 女人心里却愈发愧疚 都是因为她 害得大黄跟自己一起受苦 终于在某天 男人狠狠地将大黄打得丢了半条命 女人慌忙拽住对方想要阻止 可男人却目光冰冷地一把震开 你也想挨打吗 剧烈的恐惧瞬间涌上心头 吓得女人再不敢阻拦 只能看着男人对大黄发泄愤怒 求干一次又一次挥下 大黄的哀嚎声越来越弱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大黄的目光却始终盯着妈妈 担心男人会向她施暴 见此女人再也无法忍受 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 怀里抱着奄奄一息的大黄 嘴里不住地向大黄道歉 对不起都是妈妈的错 拜托你一定要活下来 在流浪动物保护所中 女人向李俊诉说了这段经历 她知道自己的行为就是抛弃 可是对她来说 这是她为了保护这个孩子 能尽到最大的努力 面对女人的道歉 李俊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 只是询问她还准不准备 继续在那个家生活 女人抹了抹泪水 她最近已经决定和那个人分开了 原本她计划是回娘家的 在见到母亲后 母亲同意了她的决定 可是母亲自己也身患重病不容乐观 结合女人的家庭情况 李俊明白大黄被领养 才是最好的选择 但大黄却不肯接受其他人 让李俊不由得有些担心 自己能不能说服大黄 抱歉是我打扰了 似乎看出了李俊的为难 女人鞠躬向李俊道歉 李俊连忙摆手 表示自己一定会想办法 帮大黄找个好主人 是幸运 李俊刚有些疑惑 随即便听到女人的解释 大黄原本的名字是幸运 取这个名字是希望 她每天都有幸运的事发生 李俊笑着回应是个好名字 这时女人转身开始掏东西 给李俊递上一个黑色袋子 这是她给幸运买的一些东西 希望李俊能帮忙转交 刚来到幸运的笼子 幸运便朝李俊发出低吼 你对我妈妈做了什么 如果你打了她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看到幸运这般维护女人的模样 李俊显得有些哀伤 当时女人摘下帽子那一刻 幸运哭泣的原因是 看到了妈妈脸上的伤毛 她很难过因为自己不在 妈妈又被爸爸偶打 李俊艰难地告诉幸运 妈妈以后不会再来了 你是因为担心妈妈 所以才不想离开这里吗 对此幸运一言不发 只是默默听着 其实她知道妈妈送她来这里 是为了不让她受伤 可只要想到伤痕累累的 她对自己微笑 她就没办法做事不过 随即她下定决心 我要重新回到妈妈身边 我要保护妈妈 下一刻却听到 让她意想不到的消息 妈妈以后不会继续 跟爸爸一起生活 这样幸运也就不必再为妈妈担心 只是因为妈妈的家庭情况 她没办法继续陪在幸运身边 原本李俊以为幸运 得知这些会情绪失控 可她却只是询问李俊 妈妈现在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了吗 那样我就可以放心了 懂事的模样让李俊鼻子一酸 是的妈妈以后会过得很幸福的 之后李俊给幸运 准备很多狗粿零食 幸运想吃什么就说 我都给你拿 见幸运没有反应 李俊猜到这里面没有她想吃的食物 那你最想吃的是什么 我可以去附近买 我想吃又长又软的 听词李俊瞬间想起 当时幸运的妈妈临走时 就给了她这个零食 说这是幸运最喜欢吃的 原本想买点更好的东西给幸运 但是因为没钱 她还是只能给幸运买这些东西吃 果然幸运吃到软棒零食 就高兴地摇起尾了 虽然李俊身为兽医工作了很久 也知道像大黄这种情况的孩子并不少见 可每每见到这些善良的孩子遭受虐待 她还是无法说服自己事业 在得到李俊的开导和解释后 大黄知道妈妈将来会过上幸福的生活 于是瞬间就成了一只温顺听话的狗头 让在场的众人直呼不敢相信 夸奖李俊简直就是在世神医 尽管过去李俊也受过不少感谢 但还是让她有些不好意思 突然听到旁人关心的声音 医生你的手怎么样了 原来是当初的那位接待小姐姐 现在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听词女孩顿时放下心 李俊并没有因此得意忘心 他只是单纯的想让大黄避免被安乐死 这时女孩才想起了什么 告诉李俊 大黄其实不会被安乐死 李俊一瞬间就被整不会了 他明明记得大黄已经在保护所很久了 按理说应该会在安乐死的名单上才对 随即便听到女孩解释 因为保护所的新赞助人 不允许出现安乐死这种行为 而且那位也打算收养大黄 可看到李俊一头雾水的表情 女孩心里不免有些疑惑 那位先生不是医生也认识的吗 就是南宫建设集团的代表南宫贤先生 之后回到保护所的南宫贤 才给李俊做了自我介绍 结果那张逼格十足的名片 李俊被上面印着的身份闪得睁不开眼 直到听到南宫贤询问 是怎么让固执的大黄转性 李俊才回过神 大黄其实本身就是个很乖巧懂事的孩子 他并没有做什么贡献 南宫贤认为李俊是在谦虚没有过多在意 转而向李俊表明了自己的真实目的 他打算开一家前所未有的动物医院 希望李俊能够担任医院院长的职务 一时间李俊以为南宫贤是傻薄医 我现在就已经是院长了 南宫贤这才意识到自己没说清楚 原来他曾经也养过一只狗狗 因为年纪大了 所以去动物医院看了很长时间的病 从小区里的小诊所 到大一点的动物医院 再到专业的兽医院 可这样来回奔波 让狗狗也逐渐有些厌烦 偏偏狗狗的病情严重不得不住院 当时的他也没能力一直陪在狗狗身边 于是他现在就有了一个想法 打造一个连监护人也能一起住宿的设施 您说的是像人类医院一样的住院室吗 没错我想把那里打造成一个宽敞舒适的空间 医院的规模也要更大更专业 并且还要具备夜间进行检查和紧急手术等等 李俊积极参与新医院的讨论 提出可以将医院划分区域 分成小型中型以及大型动物区 甚至还想着帮助因为没有诊疗费而痛苦的孩子 不过很快他意识到自己有些异想天开了 而此时的南宫贤听着李俊的理想出声 好半天才开口 我对你的想法很有同感 不过想要建立动物医院最重要的就是兽医 李俊当即表示他会帮忙 然而没等南宫贤高兴两秒钟 李俊便笑着给了他一个联系方式 这是他认识的一位经营多家大型医院的朋友 他应该会对您很有帮助 说完李俊提议一起去看看大黄 来到大黄所在的笼子 李俊不顾大黄的不耐烦 热情地凑上去抚摸 随即表示要给他介绍一个人认识 只听皮鞋啪哒一声 一个西装笔挺的冷面壮汉便出现在大黄面前 他瞬间一惊 想起了那个对他施暴的男人 于是他的防御机制又被重新触发 朝南宫贤发出警告的低吼 李俊注意到大黄的异样也是一惊 赶忙安抚大黄不要对人这么凶 但大黄直接无视李俊 呲牙咧嘴地不停向南宫贤发出警告 然而南宫贤并不生气 他已经从李俊口中得知了大黄的遭遇 于是他蹲在大黄面前 想以此放松他的警惕 随即从内衬里掏东西 看得大黄心里一阵紧张 以为又是些殴打他的混棒 然而缺见南宫贤地上一根软棒 让他有些诧异不知如何应对 这是你喜欢吃的吧 我都听李俊医生说了 你一直以来都过着那样的生活 所以害怕我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我想和你成为家人的心意也是真的 我和你想象中的那个人不一样 你愿意相信我一次吗 如果你接受的话 我保证每天都只会有幸运的事情发生 恍惚间大黄仿佛看到了妈妈在朝自己威胁 他羞的一下扑到南宫贤的身上 因为这是妈妈一直希望的事情 感受着来自大黄的温暖 南宫贤的眼里也不满了柔情 谢谢你愿意相信我 我保证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不久前李俊从保护所回到医院 因为担心银线的伤势 第一时间前去查看 可哪里都找不到银线 突然感到背部一凉 院长你回来了 素拉阴森的声音从身后响起 回头就对上素拉憔悴的脸 吓了李俊一跳 原来是银线这段时间一直想要外出 联系不上院长的 他只能时刻在医院盯梢 李俊掏出手机查看 果然消息窗口满满都是素拉的求救讯息 顿时李俊脸上止不住的流汗 他不小心将水果手机设成了静音模式 李俊尴尬地朝素拉道歉 随即询问起银线的所在 素拉抬手示意 可能是这段时间一直在看银线 所以产生了随时能找到她的蜘蛛感应 李俊生气呼唤银线的名字 把小家伙吓得打了个寒颤 我不是告诉过你在伤好之前要好好待着吗 为什么要让张市长那么累 难不成你又想要逃跑 银线听后头上瞬间冒出大大的警号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不过很快他就面带歉意的解释 他很久没有去公园看他了 所以很担心同伴们过得好不好 你是想念小黄他们了吗 银线点点头 李俊回头看了眼熟睡的素拉 满足了银线的小小要求 那我们就一起去公园看看你的同伴们吧 此时公园中 小黄正趴在草地上呼呼大睡 梦中银线大哥回到了公园 不仅伤势已经痊愈 而且还抱着他夸奖 这段时间辛苦你照顾大家 果然你值得我的信任 顿时把小黄激动得泪流满面 抱着银线不肯撒手 而他的这番举动 却把小菊白吓得够呛 我可不是队长了 清醒过后的小黄显得十分失落 小菊白有些不解 前段时间一直都没事 怎么今天突然就这样了 小黄也说不上来 只是好像能感受到队长的气息 说吧一个熟悉的声音吸引了两猫的注意 只见李军正跨着猫包朝他们走 真不愧是我的左膀右臂 对猫来说嗅觉是仅次于听觉重要的能力 小黄像是猜到了什么 随即银线便从猫包里走出 我回来了 大家都过得好吗 好不容易见到阔别已久的队长 小黄和小菊白都激动得落泪 其他猫猫也纷纷探出头 而后朝着银线分涌而上 对着银线嘘寒问暖还不够 一个个都伸出猫爪在银线的身上乱摸 就在银线不知道如何应对同伴的热情时 小黄及时叫住了那些对着银线上下棋手的猫咪 队长现在还没有痊愈 所以不能对队长那么用力 小猫们这才不情不愿地放手 随后朝银线道歉 对不起队长 看到气氛似乎有些尴尬 李俊连忙拿出食物招待 这是银线在家一直很喜欢吃的鸡肉特餐 小猫们瞬间被馋得口水直流 可当晚递到小黄面前时 他却表现得十分平静 这时李俊突然注意到 银线并没有和同伴们一起想 要知道这可是他平时的最爱 此时的银线正在观察同伴 虽然大家都很想吃这些食物 但不光光是小黄和小菊白在互相谦让 就连其他猫咪也没有争强 见此银线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随即他告诉同伴自己要回医院了 并且让大家不必为他的伤势担心 小黄询问银线什么时候能回来 银线思考了一回 说出了一个让猫咪们和李俊同时一经的答案 他不会再回来了 以后他要跟兽医人类一起生活 猫咪们一脸紧张 以为是他们犯了什么错 银线解释不是这个原因 只是刚刚看到你们的表现才明白 你们已经成长了很多 彼此会为对方考虑 如今的他也没有能教你们的东西了 说吧银线把队长的位置让给了小黄 大家会变成这样都是你的功劳 我可以相信并把一切都托付给你吗 回想起小时候银线手把手叫到自己的画面 小黄眼里挤出两滴高兴的泪水 接下了银线的嘱托 早上苏拉来到医院 前段时间被银线折磨得疲惫一扫而光 刚跟李俊打了个招呼 突然有些疑惑院长怎么今天来那么早 平时可都是他来开门的 没等李俊解释 一道黑影便笼罩了苏拉 只见一个身材高大的壮汉出现在了她的身后 巨大的体型差距把苏拉吓得直冒冷汉 李俊向苏拉介绍 这是高肌症医生 是她过去一起学习兽医专业的后悔 说着拜托苏拉好好教教她 因为肌症对机器方面特别不如 有了肌症在 院长或许就没办法到处乱跑了 望着肌症递过来的手 苏拉激动地握了上去 心想接下来自己终于可以少受点累了 然而现实却马上给了她当头一棒 肌症一上来就搞坏了医院的仪器 李俊得知后毫不在意 觉得只要肌症有想要学习的心就可以了 还带着大家来到甜品屋消费 不过苏拉却十分担心 要是肌症对待小动物也这样就糟了 李俊看了眼在柜台点餐的肌症解释 她只是对机器方面有些弱耳 关于动物的知识还是很扎实的 既然院长都这么说了 苏拉也不好再说什么 哎呦这是谁啊 一道声音吸引了两人的注意 对方是甜品屋的店长 跟店长打了招呼过后 她听说汪汪动物医院来的新人 表现得非常开心 因为医院的兽医越多 他们这些宠物监护人就会更加安心 这时李俊问起唐唐的状况 谁知店长顿时面色一变 忐忑地告诉李俊唐唐的情况 却发现座位上已经空无一人 另一边李俊和苏拉找到了唐唐 她痛苦地趴在店子上一动不动 李俊询问店长唐唐的症状 原来前几日店长带着唐唐散步 回来后就发现唐唐的脚衣缺一软 本想着今天带她去医院看看 可她已经疼得站不起来了 听此李俊觉得问题有些难办 因为唐唐是比利牛四犬 她的体重一般在50公斤 很难运回医院治疗 苏拉当即表示自己可以和院长一起拍 但李俊拒绝了 这样搬运可能会让唐唐受伤 苏拉自信地展现公二投机 我力气也很大的 然而李俊仍然很担心 毕竟搬运的过程一点都不能晃过 就在此时高激震闻声而来 你们不去吃点心在这里干什么 看到高激震魁梧的身材 李俊瞬间乐开了花 随即她让苏拉先回医院准备拍X光 这里就交给她和激震就行了 回到医院后苏拉一脸担忧 因为唐唐的体重可能超过了70公斤 而且那两个家伙怎么想都不怎么靠谱 正当她犹豫要不要回去帮忙时 门口传来的院长和激震的声语 随即她就被眼前的荧幕惊掉了下巴 只见唐唐被高激震稳稳抱住 院长则是啥事没干跟在一旁 将唐唐放下后 激震显得一脸轻松 而李俊明明只是跟着走回来 却累得满头大汗 让苏拉不禁有些无语 等苏拉离开治疗室后 李俊立马就发现了唐唐土部的红肿 激震有些好奇 询问李俊没脱毛 怎么发现这里有问题的 可李俊却说是唐唐告诉她 让激震一脸懵 下一刻又听到李俊拜托唐唐侧过身子 激震提醒她狗狗听不懂人话 然而唐唐却真的乖巧躺下 这下激震也只能呵呵一声接受现实 过了一会唐唐的X光结果出来了 她的腿部像是埋入了某些症状物 不过万幸的是还没有伤到骨头 激震盯着看了一会发现这好像不是针 更像是因为异物引起的下肢肿胀 突然她想到了什么 告诉李俊这东西是草 见李俊一脸疑惑 激震解释是那种又硬又尖锐的草 狗狗被扎到的话会因为疼痛去舔食 越舔越疼越疼越痒 最后就埋进了肉里 而且前段时间她刚刚好出过针 对方恰好也是像唐唐一样一蹶一拐 这话让李俊顿时一惊 追问她手术后的休养是怎么处理的 可激震却表示因为当地是农场 没有做手术的条件 所以只做了局部麻醉就割开肉把草取出来 最后用抗生素喷雾处理了一下 那东西可以覆盖患处不让伤口接触水 之后就治好了 李俊听后当即决定采用激震的方法 随即命令她去做手术的准备 可她转过头发现 堂堂正哆哆嗦嗦地趴在台上 显然是十分害怕 李俊抚摸着堂堂 安慰她不要担心 医生会帮你治好的 你就安心地先睡一觉吧 一旁的激震看到李俊的举动 不由地露出会心的威胁 果然前辈对动物的关爱 自己永远也跟不上 偶数顺利结束后 见识过李俊精湛技术的激震一脸钦佩 俊哥你是怎么做到那么快的 李俊思考了一回 而后丢出了一个让激震无语的答案 我只是读了教科书而已 下一秒李俊开始唉声叹气起来 因为堂堂的情况显然是需要住院的 可他这么大的块头自己又没办法照顾 话里话外都在暗示激震 听激震同意照顾后 李俊又故作惊讶 你说的那是什么话 我像是那么没有良心的前辈吗 你应该回家好好休息才对 可激震根本不吃欲句还迎这套 话音刚落便直接离开 李俊瞬间伪成泄了气的气球 无奈他只能好好拿出加班费哀求对方 听此激震立马接下了照顾堂堂的任务 望着激震离去的背影 李俊感叹他力气大的同时也认可了他的成长 这次的手术激震也是功不可磨 经过一晚上的相处 激震和堂堂就已经形影不离 不管去哪里激震都要抱着堂堂 素拉和李俊都看傻眼 不知道的还以为比利牛丝是中型犬 但也幸亏有激震在 要是只有他们两人照顾堂堂会很吃力 突然听到当当一声 李俊和素拉转头看去 原来是店长老爷子来探望堂堂 还特意给激震带来的蛋糕 看到激震吃得那么香 店长非常高兴 他家堂堂块头大 不方便移动 很感谢有激震帮忙悉心照料 但激震却将功劳全部归功于院长 毕竟碰到院长的小动物总是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 这是堂堂舔了舔激震的事 店长注意到后询问 高医生刚刚堂堂舔了你的手吗 激震有些不解 因为堂堂经常会舔自己 原来店长已经好久没看到堂堂舔人的样子 小时候心情好的话经常这样 但长大后就没见过 这时李俊解释道 可能是因为高医生一直抱着堂堂到处走 小时候的堂堂一定经常被店长抱起来 但从某一刻开始抱抱的行为就消失了 而高医生能够一下子把他抱起 所以堂堂感觉自己又变回了孩子 听到李俊的解释后 可是现在的堂堂真的太重 他已经抱不动了 李俊安慰店长 可能是堂堂看到那些被抱着的小型犬 所以有些羡慕了 然而堂堂却突然打断了他 他一脸委屈地表示不只是这个原因 小时候他都是跟爸爸一起睡觉的 现在却只能分开睡 而且不管去哪里都会带上我 每天还会抚摸我说我可爱 说着还用前掌模仿着比划一下 店长和激震不理解堂堂的意思 还以为是堂堂前脚也疼 李俊表示不是那个原因 是堂堂这段时间一直很孤独 听此店长想起来堂堂生病后 就没带他去过公园了 随即便打算带堂堂出去散步 看爸爸这不是很爱你吗 可堂堂还是一脸沮丧 见他哼哼唧唧的模样 激震以为堂堂是要上厕所 于是一把将堂堂抱起 堂堂一瞬间回想起 曾经在爸爸怀里的感觉 开心地笑了起来 店长看到后说不羡慕是假的 只是他实在没有能力做到这样 这时迎现鬼鬼祟祟地准备朝蛋糕下手 于是李俊便准备拿他给老爷子做示范 拥抱的方式有很多种 不一定非得全部抱起来 也可以像这样环抱在怀里 然而话还没说完就被一只猫爪打断 两只爪子死死抵住李俊的头不让他靠近 李俊向银线哭诉 你这样拒绝 那我们到现在为止一起度过的时光到底犯什么 一位不明的话气的银线赏了他几发喵喵拳 接下来不管他怎么哀求 银线都不肯乖乖配合 要知道他是绝对不喜欢肢体接触的 直到李俊答应是成后给银线制作特制的薰味肌肉 银线才乖乖就范 人畜无害的依偎在李俊怀疑 而店长看到李俊跟银线的这般亲密举动 终于想起自己好久没跟堂堂拥抱过 虽然偶尔也会抚摸他 但那孩子真正想要的或许是充满爱意的交流吧 店长这才明白堂堂需要的是什么 因为堂堂的块头很大 经常被别人说这孩子很稳重可靠 久而久之他也觉得堂堂长大 所以渐渐减少了表达阿姨的行为 可在堂堂眼里 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孩子呢 李俊解释其实这在养狗人里是经常有的情况 小型犬给人的感觉就是需要爱护保护的 而大型犬往往给人一种很稳重的感觉 不过堂堂虽然身材高大 可也只有三岁 正是喜欢撒娇的年纪 这番话让店长不仅有些愧疚 他竟然只是因为堂堂的体型就忽视了他的心情 等他出院后一定尽量多陪陪他 而一旁的李俊对此也非常高兴 心想这对堂堂来说一定是最棒的出院领 十天后到了堂堂该出院的日子 店长很感谢姬震这段时间对堂堂的照料 又送了他满满一盒甜点作为答谢 姬震和李俊让店长不用费心 只要堂堂能一直健康他们就满足了 摸了摸堂堂的头 叮嘱他回家也要乖乖的 然而堂堂却突然叫了起来 扯住姬震的衣服 和我一起回家吧 李俊帮忙转达堂堂是不想跟你公开 看样子你以后需要经常去甜点窝 姬震先是一愣 随即得意忘形地开始大笑起来 果然我的人气到哪里都是那么旺 就连在乡下的时候那些动物也舍不得我 李俊表示赞同 毕竟那些牛看到你估计可开心了 没成想这真的戳中了姬震的痛点 他想要学习的是小动物的知识 于是接下来的几天只要医院里有小动物 姬震就会主动上前碰死 碰翻一只小狗狗 然后借机以检查身体为由和小动物打好关系 可只是看到他的脸 狗狗就被吓得瑟瑟发抖 突然一声尖叫传入了其他人的耳中 只见姬震手里正抓着一只拼命挣扎的小狗 嘴里还念叨着自己要被怪兽吃掉 就在他准备给小狗检查身体时 却被对方一脚踹在了脸上 还留下了一个不浅的印象 然而姬震非但没有气馁 反而激发了他照顾小狗的兴趣 张开大手准备拥抱医院里的小狗 可小狗们见他如同见了鬼 每一秒钟就跑得无影无踪 让姬震顿时有些失落 无奈李俊只能安慰他至少还有堂堂喜欢你 突然李俊和银线听到一阵细细肃肃的声音 竟是公园的小狗白在脑锅里 而银线此时敏锐地注意到 小狗白脸上写满了焦急 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将小狗白请进医院后 银线询问他来这里有什么事 小狗白眼泪汪汪地开口 小斑点出了大事 他被很大的东西压得不能动他 话音刚落 李俊和银线顿时吃了一惊 李俊追问到底怎么回事 小橘白的泪水不停在眼眶里打翻 我也不知道 只是刚好路过就看到了 求求你们舅舅斑点吧 银线从小橘白的表情中 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 于是李俊和银线当即准备去现场看看情况 却被苏拉拦住不让走 因为马上就要有客人来了 而且他不理解为什么要带上高级症 之后不管李俊怎么保证哀求 苏拉始终都不同意 于是李俊只能小致以情动之以理 张市长难道不是也跟我们一样爱护小动物的吗 我只是想去看看到底怎么了 要不了多久就会回来 你不觉得那些总是处于危险中的孩子很可怜吗 这道德绑架让苏拉非常无奈 他一直默默给院长善后难道就不可怜了吗 不过李俊刚刚的这一番话其实也触动了他 他明白院长每次外出都是为了救那些受伤的孩子 自己不应该一味地阻止 但一想到高级症这个憨憨也要跟去 苏拉就气不打一出来 他实在担心动不动就搞坏设备的激震会不会惹 要是在救助途中一不小心没有控制力道该怎么办 而另一边李俊和鸡震已经来到了案发现场 并且也发现了被杂物压住的小斑点 随即在李俊和一众猫猫震惊的目光中 鸡震竟一人徒手抬起了小斑点身上的纵物 然后叫李俊赶快清扫那些杂物 伴随着身上的杂物一渐渐搬离 小斑点也渐渐有了可以喘息的余地 嘴里不住的喃喃好道 这一幕让一旁的李俊看得实在救星 但也只能用语言安抚他在等他 这时鸡震却突然出声提醒李俊 他的神情无比运作 那些众物底下应该还有别的家伙 听此李俊急忙叫住鸡震 让他先不要轻举妄动 需要先看看里面的情况 李俊掏出水果手机 打开手电筒观察着杂货堆 突然他发现 不远处角落里有一只瑟瑟发抖的小狗 鸡震也在其中找到了另一只小猫 而就在两人在杂货堆里翻找的期间 素拉也来到了现场 不过他不明白这两人为什么要绝这个大地 时间到了傍晚 鸡震在一旁安抚猫猫 而李俊和鸡震轻点出了杂货堆里有三只小猫 不过他们都藏在杂货的最深处 很难救他们出来 李俊正准备拨打119求救电话 鸡震却表示不用 他可以将那些东西抬起来 在那期间前辈去救他们就行了 而且他知道每个猫咪的位置 不会弄伤他们 说把他深吸一口气 然后将沉重的柜子一整个抬了起来 趁着这个间隙 李俊就吓了小猫 一旁的猫猫们都被看傻了眼 银线小声吐槽 这家伙的力气应该可以抵十个兽医人类 就在这时李俊抱着小猫朝银线跑来 希望他能帮忙照看一下猫咪的情况 突然身后传来一声巨响 吸引了李俊和猫猫们的视线 只见鸡震已经搬开了所有的杂物 怀中还夹着一只可怜兮兮的小猫 虽然看着没怎么受伤 但显然被鸡震吓得够呛 李俊接过这最后一只小猫 准备打到回府帮他们检查身体 可话音刚落鸡震面色却是一惊 随后又逐渐暗淡下去 张市长是不是不太喜欢我 虽然李俊极力想要安慰他没有这事 但鸡震其实心里清楚 这段时间他弄坏了很多东西 也不知道怎样照顾小动物 一直在让大家担心 文言的李俊这才明白 原来鸡震开朗的外表下竟藏着这些愧疚 他让鸡震不要想太多 说着将小猫递给鸡震 这是你就下来的小猫 那就由你来照顾 可那没有巴掌大的猫咪一到鸡震的手上 就开始瑟瑟发动 见此李俊用怀里的银线示范 正确的拥抱姿势 在调整过后 小猫果然露出了放松的表情 两个大人因此也松了口气 李俊告诉鸡震 虽然你还缺乏小动物的知识 但我相信你很快就能学好 张市长是没有完全了解你的优点才那样 那些我们都做不到的事情 你却可以做到 而且也多亏了你 才能救下那么多的孩子 银线此事很配合地带着猫咪们向鸡震道歉 不过这一连串的喵喵叫 却让鸡震有些不理解 以为他们是在担心他伤害小猫 突然一鸣不速之客打断了他们 李俊一脸诧异 来人竟是反对他们出来的素拉 不顾院长的疑问 他大步走上前 地上一盒蛋糕 今天鸡震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很谢谢你救了那些猫咪 就像院长说的 你能做到我们都做不到的事 那些小动物和机器的知识 我会尽量教你 但是要碰什么东西 一定要事先问过我 鸡震美滋滋地接下蛋糕 他很高兴自己 终于真正成了医院中的医院 李俊看着两人 其乐融融的样子也很开心 但他突然想起 素拉在这里的话 那医院里该怎么办 恰巧此时一个倒霉蛋 正在去往医院的路上 南宫贤这次准备帮大黄买些饲料 顺便让李俊帮忙检查一下身体 可来到门口 一人一狗却直接愣在了原地 只见门上挂着这样一个牌 流浪猫每天需要不停奔波寻找食物 期间还要提防一切威胁生命的危险因素 而维持这种生活最关键的 是流浪猫自身的健康 这是一只眼部受伤的流浪奶牛猫 它对所有的人类都抱有警惕 即使对方看上去并不会伤害自己 它也选择逃跑来躲逼 原来不久前 它从菜市场偷到了一条小驴 本想着可以找个地方慢慢享用 却被一只鞋子拦住了去路 小奶牛抬起头看去 竟是一个怒不可遏的人类 手里还拿着武器 显然是不打算轻易放过自己 小奶牛意识到危险后 立马叼着鱼开溜 然而在逃跑的过程中 它还是不幸被伤到了眼睛 并且伤口渐渐地发言 传来阵阵刺痛 此时的小奶牛为了躲避人类 不慎进入了其他猫咪的地盘 三花猫指了指断牙 扬言要报之前的一牙之仇 小奶牛虽然过去战力非常强悍 但如今的它负伤在身 以现在的状态无法轻易击败它们 于是在两猫震惊的目光中 它一跃而起落到高高的围墙上 躲避追击 最后它凭借出众的身体素质 爬到了树上 胖猫健壮也想要尝试 但身宽体盘的它根本无能为力 见自己已经安全 小奶牛在树上放起了狠话 当初自己就应该好好教训它们 然而就在这时 小奶牛的病眼传来剧烈的刺痛 树下的两只流浪猫也察觉到了一样 因为小奶牛突然停止了嘲讽 还用爪子不停地挠自己 突然小奶牛脚一划 从树上直挺挺地摔了下去 最后落到了地上的荆棘伤 密密麻麻的针刺 将小奶牛划得遍体鳞伤 强烈的疼痛也让它不由地发出惨叫 见此两只流浪猫发出嘲笑 这家伙难道不知道地上有刺吗 倒在荆棘之上的小奶牛觉得有些讽刺 它作为一个统领一片区域的流浪猫 竟会沦落到这般静地 而在这最后的迷离之际 它心里却是后悔没有尽早找到阴线 恰巧素拉从一旁经过 发现了倒在地上身受重伤的小奶牛 以及两只虎视眈眈的流浪猫 在赶跑了另外两只流浪猫以后 小奶牛虚弱地想要看清来人 却只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 随即便昏了过去 之后小奶牛在昏迷的状态下 隐隐约约听到了有人在交谈 从男人口中得知 貌似是一只灰猫将它受伤的消息告诉了男人 所以它才能第一时间得到救治 小奶牛心想这个灰猫真是个好家伙 下次见面的时候一定要好好谢谢它 在那之后 小奶牛安安心心地在医院养病 还有人给它按摩脑养 而且只要它说哪里对方就脑哪里 突然它意识到了不对劲 转过头一看竟是一个人类 要是还有哪里养随时可以告诉我 吓得小奶牛放了一个味道浓郁的皮 挣开了李俊的怀抱 虽然李俊被呛得睁不开眼 但还是提醒小奶牛不要剧烈运动 而小奶牛却是一脸警惕地询问李俊 你这个人类为什么可以听懂我的话 这是一只对人类抱有敌意的奶牛猫 因为眼疾的发作 它不慎从树上跌落 被灌木丛作的荆棘划成了重伤 幸运的是它被路过的苏拉带回了医院 经过李俊的一番治疗 小奶牛总算是脱离了危险 抓养抓得正舒服时 它突然感觉到了不对劲 转过头一看 竟是一个人类在对着它上下起手 吓得它慌忙放了个屁 从人类的手中挣脱开来 随即凶巴巴的哈气警告 你这家伙为什么能听懂我说话 李俊一脸骄傲 它是这片区域很有名的兽医 可以听懂动物们说话 小奶牛听后愣在了原地 也不知道是被这个事实吓到 还是被李俊的自恋给无语道 突然门口传来铃声 院长昨天那个孩子情况怎么样了 李俊告诉他小奶牛还在恢复状态 而小奶牛看到来人心里一惊 她昏迷前见到的人就是她 看到小奶牛意识清醒 素拉非常高兴 询问李俊手术是不是很成功 虽然小奶牛保住了性命 但她的一只眼睛已经没用了 不过这并不会对她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素拉高兴地将这个消息转述给小奶牛听 不知不觉间 她也养成了和小动物说话的习惯 在那之后小奶牛问起 李俊是不是刚刚的那人救了自己 确实是张市长送你来的 当时你眼睛和腿都受了重伤 如果没有及时医治 后果将不堪设想 小奶牛听后心里有些感动 人类竟然会救自己 但她马上又把这不切实际的想法抛开 因为过去人类从来没对她干过什么好事 不是被熊孩子们抓起来玩耍 就是好端端在路上遭别人驱赶 而最让她害怕的 还是那一双双拦在她面前的大脚 明明她只是想生活下去 可总是平白无故 就要被人类辱骂和攻击 你这只野猫实在是太讨人厌了 那种厌恶的语气和神情如今 还在她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李俊见小奶牛突然撇过头 明白她过去的生活其实并不顺利 于是她蹲下来询问 你的眼睛是什么时候开始疼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才变成这样的 看到小奶牛一眼不发 李俊并不强求 什么时候想说的话再告诉我吧 说吧她伸了个腰 在痊愈以前就先好好在医院里休息吧 回到家后 李俊告诉银线奶牛猫的事情 预计一周内她就能完全康复了 隔止奶牛猫丢了一只眼睛 银线并不觉得意外 毕竟对于流浪猫来说 这种程度的伤能痊愈就已经是万象 说话间李俊转过头 无意间注意到银线隆起的肚难 一瞬间她就被吓了一跳 她甚至怀疑银线究竟是不是一只猫 这分明是一只猪的肚 于是她命令银线起来跟她一起去外面跑 但银线气呼呼地拒绝 直言我的身体我自己心里有数 至于这大肚子的智慧 不是你区区一个兽医就能理解的 说着用爪子分开肚子上的毛 露出里面粉嫩的肚子肉 不过下一刻她就愣住 因为李俊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容 果然她被李俊抱了起来 银线当即使出喵喵去攻击 但李俊始终不肯撒手 这是为了你的健康着想 而就在一人一猫打闹之时 李俊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曾经流浪也能做好身材管理的猫猫队长 如今却被人类养成了一只猪咪 看到银线那凸起的肚腩 李俊一整个人如遭雷击 要求银线立马起来去做运动 但银线却不以为意 反而认为她作为挪威森林猫 只是毛发不与蓬松才造成了肥胖的假象 可等她掰开肚皮 却瞬间露出一大片粉嘟嘟的肥肉 让她顿时有些难以置信 李俊会心一笑 随机强行将沙发上的银线抱起 银线一边挣扎一边施展喵喵拳 但李俊死活不肯松手 而就在一人一猫打斗之时 罗赫前辈突然打来了电话 邀请他出来吃饭谈事情 没多久李俊便到了目的地 因为听说是吃烤肉 小馋猫银线也一起跟了过来 李俊让罗赫放心 这家伙不会到处乱跑 罗赫对于这点并不是很在意 只是觉得银线趴在李俊身上 有点太隐人注目 于是李俊便将银线放到了地上 转头问起罗赫是怎么认识南宫贤的 罗赫思考了一回 大概是在三年前 他在保护所做志愿者的时候 当时的南宫贤浑身拉里拉他 一脸凶神恶煞的模样 闯入了保护所 见到来人罗赫尽力在心里说服自己 对方只是不注重外表 其实内心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 可他又联想到那些 因虐待抛弃动物而判刑的人 于是他冲到南宫贤的面前 拦住他的去 指着他的鼻子臭骂 我们这里没有适合你领养的孩子 马上滚出去 李骏直接被这奇葩经历惊得愣在原地 而罗赫一直对这件事印象深刻 毕竟他实在想不到 那个浑身脏兮兮的男人 会是大名鼎鼎的南宫贤 说曹操曹操道 下一刻南宫贤便闪亮出现在了两人面前 光彩照人的样子 谎得罗赫睁不开眼 这与他过去记忆中的南宫贤实在相差甚远 来吧跟院长打个招呼 说完南宫贤身边走出一只黄狗 李骏顿时眼里满是欣喜 原来是大黄 看他的气色比以前好了很多 李骏连忙激动地和大黄交谈起来 询问他这些日子过得怎么样 新爸爸每天都会做好吃的给我吃 陪我散步还会抚摸我 最近的每天都过得好幸福 而这一切都是脱衣生的福 能让我过上这样幸福的生活 李骏心里非常开心 但他没有将功劳接下 只是告诉大黄 是多亏了大黄的善良才遇到了好的监护人 不过马上迎宪就让大黄吃到了骨头 而另一边大人们则是谈起了正事 南宫贤因为听罗赫说 李骏做内窥镜技术非常高超 所以希望他每周抽出一天时间帮他 相应的他会给予很好的报酬 罗赫听后强烈建议李骏参加 有了李骏的帮忙他就会轻松很多 李骏想了一会 随即答应了南宫贤的请求 毕竟这是拯救生命的好事 而听到李骏同意 南宫贤激动地拍而起 不过李骏接下来又提了一个要求 那就是将来要在我家动物保护所周边 建立一家动物医院 这样做不仅可以方便医护志愿者工作 而且也能够及时救出那些需要帮助的流浪动物 看到南宫贤无脸 李骏也觉得不好意思 自己要求有点太多了 怎料下一秒南宫贤一脸激动地采纳了李骏的镜 原来他刚刚无脸是因为愧疚 竟然连这么基本的事情都没想到 可这样轻易又草率地决定 却让李骏和罗赫傻恋 罗赫劝南宫贤冷静好好考虑预算 接下来还要建立猫咪的收容所 可对方认为为动物做这些是应该的 一点小钱算不上什么大事 李骏敏锐地听到猫咪收容所这个词 询问两人这是什么东西 他还是头一次听说猫需要收容所 南宫贤笑着解释 前不久他考察了附近的公园 因为那里的设施已经年久失修 所以他打算直接将公园改造 增加许多适合猫咪生活休息的设施 李骏清楚公园的规模有多大 这样的工程一定需要相当的预算 南宫贤承认确实不少 但只要能让那些孩子在更好的环境生活就行了 现在那个地方连躲雨的地方都没有 此时的大黄和银线还在争夺胜负 突然他们停了下来 只见南宫贤微笑着询问他们 你们也是这样想的吧 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帮助那些受苦的小动物 看到这有爱的一幕 李骏顿时觉得有些好笑 这样的人过去竟然被误认为婚约带动物 他建议不要对那些想要领养的监护人 设立过多条件 曾经与银线平起平坐 共同管理一方的奶牛猫 如今却和银线成了水火不容的死敌 而一切的起因竟是一只一同的白色小母猫 不久前素拉也受了李骏的影响 没事做就喜欢陪小动物聊天 他告诉奶牛猫 他是医院救治的第二只流浪猫 过去还有一只伤得很重的灰猫 现在和院长一起生活 鸡震在一旁提醒 动物听不懂你说话 殊不知小奶牛听得正津津有味 他对这只同为流浪猫的灰猫表现得非常好奇 晚上李骏回家跟银线说明了奶牛猫的情况 他已经恢复到可以拆线的程度 但是不知道伤口会不会饿完 所以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 说着他请求银线 能不能让奶牛猫暂时住在家里 银线脱腮思考了一会就同意了 其实李骏提出这个要求不光光是这个原因 自从银线被收养以后已经过了两个月 可他却堕落成了一个每天只知道干饭的造分机器 所以李骏也希望银线能交到新朋友 于是第二天奶牛猫就被带回了家 小奶牛敏锐地闻到 这个人类家里除了有一股清爽的泡菜味 还有一股他熟悉的气息 就像是他最讨厌的银线的气味 但他又赶紧打消了这个念头 说服自己银线不可能出现在这里 这时李骏嘱咐银线 千万不要对新朋友动手动脚 他还是一个病患 闻言的奶牛猫脸上不断冒出了 自己竟然误入了银线的地盘 随着猫包的拉链一点点打开 小奶牛的心跳得越来越快 一睁眼就看到银线赫然出现在自己面前 小奶牛瞬间实话 两声响亮的猫叫响彻了整个房子 李骏赶忙阻止 我刚刚不是说过要好好相处的吗 为什么一见面就要哈气 人家还是一个病患 银线也不服气 我不过是喵喵叫了两声 之后李骏又教训了奶牛猫 我之前说过了要跟灰猫和平共处 但你没说过那只灰猫是银线 听此李骏明白他们之前就认识 那更应该好好相处才对啊 小奶牛把李骏当成了银线的手下 所以并没有搭理他 反而是冲着银线大喊 你这家伙到底要给我多少吃 当时的事情难道还不够吗 李骏皱了皱眉 奶牛猫都被整无语了 两只猫呆坐着不肯说话 更别谈什么重归于好 奶牛猫甚至在想自己的逃跑路线 这时李骏问起奶牛猫 刚刚说的银线给他带来耻辱 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这片区域过去 由三只猫咪共同治理 而奶牛猫便是其中的一个 它的名字叫小黑 平时小黑对流浪猫的生活 有着严格的要求 可突然的某天 小黑遇到了他的梦中情猫 对方是一只一瞳的纯白小猫 本以为是爱情来了 可小白猫却声称 自己有了喜欢的猫 对方还是跟自己 同为流浪猫队长的银线 银线一脸猛低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小黑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指着银线臭骂 你毛又多体型又大 当然不会理解这种 被一脚踹开的吃乳 一旁吃瓜的李骏经得无阻 下一秒银线气得 把垫子丢了出去 这就是你离开的理由吗 你知不知道你害我有多辛苦 为了这种可笑的理由 就跟我吵架 眼看银线和小黑 马上要打起来 李骏赶紧抱住银线 命令他把爪子收起来 这时李骏问起小黑 那你眼睛上的伤口是怎么回事 也跟银线有关吗 小黑一本正经地开始胡说八道 说这是自己训练时不小心造成的 虽然解开了误会 但银线还是不愿意 跟小黑一起相处 让李骏赶紧把他赶出去 两只猫又吵在了一起 公于李骏忍无可忍 威胁在这样 今天就不给吃晚饭 两只猫这才安静下来 在李骏的威逼力右下 刚刚吃饭的时候他想清楚了 他理解那种没被选择的心情 很道歉给了你痛苦 小黑听后也害羞地道歉 怎料下一秒迎现就哈哈大笑起来 但这都是因为我太帅了能有什么办法 从小到大我就因美貌造成了很多麻烦 所以也请你理解我的人生吧 可小黑的名字却让他如遭雷击 那我还能说什么呢 你现在连蛋蛋都没有 柚子大魔王终于回归了 看到李骏的那一刻 柚子发疯般朝李骏奔来 这天早晨公园有很多人在遛狗 一对情侣也带着狗子出门散步 男人突然问起 如果能听懂动物说话会怎么样 女人听后皱了皱眉 觉得男人应该是还没睡醒 不过要是真有这种能力 那他就能知道自家宅宅喜欢什么衣服 而且孤单的时候还可以陪他聊天 男人也表示赞同 有了这种能力真的很方便 说吧他指了指身后的小口 这样他要拉巴巴的时候也会通知我 下一个女人一拳打在了男人脸上 随即骂骂咧咧地蹲下来亲人 都怪你没事胡思乱想 害得我现在那么费劲 殊不知能听懂动物说话的人 就在他们旁边 自从李俊有了这个能力 他没事做就会来公园休息 因为看着那些开心的毛孩子说话 可以让他整天都得到治愈 突然他的眼神变得犀利 他发现不远处的松弑后腿有些脱脚 虽然看上去并不远走 但最好还是提早进行矫正 不过他身为医生上门推销感觉又不太好 就在他懊恼之时 他又被另一只狗吸引了注意 一只深色的贵宾犬从他身前经过 明明狗狗看上去年纪并不大 但却显得有些无精打采 李俊顺着牵引神往上看 发现狗狗的主人是一个面色憔悴的女孩 让李俊不由地怀疑对方家里是不是出了事 这时他听到不远处有人在叫自己 扭头就发现柚子正卖力朝自己蹲来 身后还跟着他的监护人 两人互相打过招呼以后 李俊想起了什么 问起对方现在每天早晚散步会不会累 女孩自信地凹了个造型 他最近每天状态简直不要太好 不仅晚上睡得特别好 而且还越来越漂亮 可柚子在一旁没有附和他的话 女孩瞬间化作金刚八笔威胁柚子答应 把柚子吓得两腿直哆嗦 随后女孩询问李俊刚刚在看什么 听李俊解释后 女孩当即明白李俊说的是那只有气无力的贵宾犬 过去那只狗也经常在公园散步 那时它还是一只很开朗的小狗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那只狗狗就变得很沮丧 这让李俊更加担心 怀疑是狗狗哪里不舒服引起了 柚子在一旁静静地挺着 听到李俊的担心 他的眼里竟闪烁出亮光 没过一会柚子便将消息告诉了其他的狗狗 狗狗们听说这件事都觉得是好事 但只有小梦有些担心 腊肠犬觉得他们也需要为草莓做些什么 小梦却拒绝了 昨天草莓还装作跟他不认识 花生询问怎么回事 你和草莓不是很熟吗 小梦也不知道 过去他和草莓每天早上都一起 但后来草莓连招呼都不跟他打 花生听后没有说话 看到小梦的模样他已经有了想法 他猜测草莓一定还在想命牛奶姐姐 那是一只非常和蔼的马尔基斯犬 这十几年里他对公园的孩子们都特别照顾 可在去年的春天他去世了